為什麼邱哥這樣比較詛咒 不會 所以你不加入真的是對的 邱哥現在還是很帥 實在是很多啦 這已經進入屬於這個 花家之年之後 我們就必須要用腦筋 而不是用臉蛋 年輕的時候平心而論 還可以用這個帥哥來爭取一些選票 現在真的是要靠自己的頭腦 按自己的手做一些事情 好 謝謝邱哥跟大家 打的招呼跟勉勵 那我們剛好昨天有一個非常巧合的機會 就是有去跟 游席坤水牛伯有做一個聚會 那水牛伯有提到說 他其實是邱哥在東海的學弟 那這邊幫水牛伯跟邱哥自以下 還有這邊水牛伯 治政的這個新北院專輯 好 謝謝我的學弟 尤其水牛伯算是 我在東海唸書的時候 他那時候已經是審議員 他來東海唸書 但是我覺得 可能這麥克風有點問題 不過沒問題 我想 起碼水牛伯讓人家感覺到 他是蠻踏實的人 所以這次選票他輸了兩萬四千票 我還是認為 他未來還會有其他機會 東山再起 是啊 就是水牛和邱哥 可以說是本次選舉的衰敗猶榮族 也是東海大學 就是歷史性的學長跟學弟 就是有一段巧妙的因緣關係 其實我之前是念淡江土木系的 但我功課很爛 念到大師被退學了 不過我在畢業紀念書上還有我的名字 在淡江土木系上還有我的名字 每次開土木系會他會找淡江土木系的同學 也會找我去 所以我在家抓一些工程的弊端的時候 就靠我這些當天土木系的同學 他們提供一些相關的資料 哇 這就是內線人脈嗎 因為很多 我當天土木系很多同學 現在就是剛好在工程的第一線 因為他們他們都做實際的公務的 所以他們就會了解一些工程方面 或是業方面 像包括高鐵未來可能會產生的弊端 他們都會知道大概一些比較 在工程底架是不是有高報啦 或是低估的過程 所以有時候就從這些同學 所以千萬注意 現在跟你在一起 一起念書的同學 即使他被退學了 還是要對他好一點 好 那我們這邊先禮後兵喔 因為我剛好是從美國回台灣 那這個我這邊有帶一個小小紀念品 它上面是一個美國軍人會章 上面寫United States Army 那就是有一個小故事說 據說以前那個大概雷根總統那個時代 當總統演講的時候呢 軍人跟法官是不必起立的 他們是代表永遠中立的 就是形象 那也是跟就是我們邱哥形象非常的吻合 所以一次就是希望可以勉勵 邱哥繼續幫大家就是繼續揭壁這樣子 是 你提到雷根總統 這是我最欣賞的一個總統 因為他被稱為Great Communicator 我相信真的 如果你聽我坑華演講 他真的是一個很棒的演講者 而且他很能夠振奮人心 其實台灣今天需要的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整個台灣中華民國政府往下走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能夠振奮人心的人 說實在的 那比任何工程建設更能夠孤無時期 雷根在1908年當美國總統的時候 是美國最慘的時候 因為他剛剛越戰失敗 然後伊朗又發生了人質危機 所以你提到雷根 我就想到我練大學了 反應之間三四多年過去了 是不是回憶時間 好 那我們呢 大家鄉民都是嗜血的嘛 嗜血就是真相 那我們就從最犀利的問題開始囉 再不問下去鄉民可能要睡著了這樣 我們現在趁著他上班還沒睡醒的時候 我先簡單做一些邱哥的自我介紹 做回暖場 接下來就進入我們重點提問的時間了 好 那我第一題就是 在我們安排這個專訪之前 最為好奇的就是 請問邱哥為什麼您還留在國民黨呢 這個之後會考慮脫黨參選嗎 那國民黨難道不會說是一個包袱吧 脫掉之後不會更好做事嗎 所以我剛好跟著很多年輕 包括楊慧在內 很多鄉民談喔 其實潘大會有一個比較 我說的很坦白 一個錯誤的觀念喔 欸 這個是國民黨的 國民黨就是腐敗 這個是某某黨 這個就代表清新 其實不是 我在議會前前後後 從民國78年到現在 我記得我那天跟柯皮也講 我相信只要在政壇待過就知道 中華民國 從來就沒有國民黨跟民進黨 只有精光黨 只有一個最大黨 叫精光黨 在搞錢的時候 根本不分黨派 中華民國過去任黨 人提了三次 國民黨輪提到民進黨 民進黨再輪回一位 所以國民黨 各位你可以看到 不管誰當政 貪腐從來沒有人提過 貪腐的情形 根本不是各位想像的 喔 可能某一個政黨特別貪腐 我可以告訴各位 就拿大家所熟悉的太極雙心 你看當時的報道 說設計的案子 只有賴斯盧嗎 為什麼 兩黨都有 你再看看大家所關心的 喔 那個林醫師 為什麼後來不要了知 吃國營事業的不是只有林醫師 兩黨都在吃 那既然你被抓到了 你就自己承認 我們將來會 在某種程度 給你領 所以你看 我們台北市議會 抓到過一個民進黨議員 牽涉到立青的工程部 補助款 各位知道嗎 誰去幫他交保的 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把他抽入 補助款 然後他就扛下全部的責任 所以我覺得 楊石秋留在國民黨 或不留在國民黨 民主政治大家必須要了解 剛才你提到雷根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雷根在1940年代他是民主黨的 因為他當時非常欣賞羅斯副總統 所以他是民主黨黨員 後來 他到了埃生豪的任內 還有加入了共 就是我們後來知道共和黨黨員 幫派跟政治最大的不同 就是幫派你加入了 你脫幫就要被斷手撞腳 政治就是 我就是國民黨 將來我也不排除 我可能會加入其他政黨 但是所有鄉民一定要記得一個觀念 用政黨來判斷一個人的好與壞 那是坦白講 我說的很坦白 那是很 有點不太對的 對 就像我常常講 我也跟你們講 這個人是有參加過學生運動 這個人沒有參加過學生運動 就代表保守或前進也不盡然 他就得像 意識形態 就像你喜不喜歡吃辣的 你喜不喜歡吃大蒜 你喜不喜歡看周星馳的電影一樣 它只是你生活當中的一部分 但是千萬不能把它當作價值判斷的標準 這一點我要奉勤給年輕人做個參考 對 議員稍微請教我一下 雖然說這樣子 有一個很巧妙的譬如 就是說 其實錢或這種東西 金權的東西 就像魔戒一樣 帶來這種誘惑那裡入手 但是比起來 相對而言 國民黨比較龐大的黨產包袱 這個是不是會造成更大的誘惑 還是多一點 平心而論 這點 我們米娜講的沒有錯 這也是國民黨 我認為今天朱立倫 如果對黨產處理的過程當中 不夠公開 不夠透明 甚至不夠徹底的話 國民黨該是被掃進歷史垃圾堆裡面 也是活該應該的 是啊 因為我相信國民黨作為一個 普通保守政黨 我想他不依靠黨產 還是有辦法公平競爭的活下去嗎 對 其實朱立倫這次要選那個 黨主席的過程當中 他特別強調就是說 欸 貧富差距的馬上 其實國民黨為什麼很多年全部投票 我沒有未來 沒有機會 沒有希望 我看不到未來 我當然讓你執政黨也沒有回來了嘛 我現在沒有了 我當然國民黨現在就讓你輸掉了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那你既然知道國民黨是因為這樣的情況輸掉 你就應該慢慢的發生了 黨產 假設我今天當黨主席 各位 我是黨員 我40年了 但是我們碰不到黨產嗎 碰不到欸 是啊 今天那個最忠誠的黨員 你啊 你的爺爺也是忠誠的黨員 你爺爺碰不到黨產的 這叫我是三代 三代擁有黨政的 我可以告訴各位 真正那些中黨愛國在農民之家 每年在端午節怎麼樣 吃個粽子中秋節領到月餅的 是最忠誠的 他們是國民黨的投票部隊 他碰不到黨產 黨產是少數人 特定的 那你這種情況之下 你繼續保留黨產的目的 就像米娜所說的 你這個摩羯是帶在特定人的手上 是有特定人享受 特定人擁有 然後特定人去揮霍 那說實在這個政黨 那你其他人就要回家了 隨便你啊 因為你根本不配嘛 所以我覺得還有目前 吳敦義說還有277億 我建議 除了一些黨工的資金費用之外 全數做青海學生的獎學金 你就可以拉近年輕人的距離 全數做為什麼 博助年輕人買房子的低利的貸款 你就可以拉近年輕人的距離 不是你故意學賈博士 在台上這樣走一走 晃一晃 別扯了 人家不是你這一套的 是啊 感謝議員的那個佩服之言 其實我們這邊也要呼籲 國民黨高層 就是說議員也是為了國民黨好 不要太討厭他這樣子 這個沒用啦 說到我的話呢 就要說馬英九真的是台獨教主 我當年也是765的議員 然後一投下去這個 人生第一票總統的選票之後呢 就被他達成22K 所以我是從這邊開始覺醒的 真的要感謝馬英九 那講到馬英九呢 就講到 國民黨很多這個立委 是馬義立委 那議員也是都是照著黨議投票 那麼只有少數是例外 那我們就請問邱哥 以前在政政節目上面提到的 托黨投票被寄過的事件 然後還有他們後來說 石兄你就照領行議投 大概是為什麼呢 其實這一點我倒是覺得 國民黨還滿不錯的 就是他還容許我 就是可以不按照 我們有一個叫做政 就是政策系的預算 就是這個預算很重要 所有國民黨的議員 都必須按照這個規定 投戰選票 我反對我覺得離譜啊 因為我覺得那個政策系預算的 價錢太高了 而且是高了 從18億你憑一張紙 說要增加到57億 我無法接受 所以我說不可能 我不贊成 結果還是黨籍我處分之後 以後這種政策預算 我就豁免全了 那楊運元 楊思秋 這個大概是時候時候 大二十民國二98年的時候 98年後來以後 他們就開放就說 你可以投你自己的 但你千萬不要跟別人講 然後後來就有人抗議 後來有人抗議 但是他們後來也發現 第一個 我發現這些有問題的預算 我會去告 我會到監察院 我會到廉政署 我會到這個地檢署 我還會到調查區去告 所以他們發現 我說我今天如果投了戰勝 我這樣沒罵就告了 他們發現我有行動 我最後告訴各位一個秘密 你不要看這些常常開記者 會罵人的 那不見得是好東西 我很坦白地講 我不敢說全部 為什麼 那他們都是 做做秀吧 罵一罵 我跟你講 有一部分我不敢說全部 你可以看很多 為什麼記者會到最後 不來了知 為什麼 他們實際上特定的對象 開記者會轟他之後 拿到好處就回家睡覺 然後回家一起吃飯 對 所以你千萬記得 你不要認為那些 所謂高知名度的 或常上電死的 就一定怎麼樣 是好人 那不見得 很多在罵人的過程當中 他是為了特殊的一個利益 所以你看我在 這些弊案的過程當中 我很少開記者會 因為我看到開記者會的人 我不敢說全部 有相當的比例 他開完之後 就不了了之 所以我都是到地檢署 到廉政署 到調查局 到監察院直接檢舉 因為我就很不願意 跟那些常常開記者會的人 混在一起 我不敢說開記者會 全部有問題 但是開記者會有一部分人 你去注意看嘛 他們後來有沒有什麼下文 開完就沒事了 那這個東西說實在 那就會 你看的目的是為了 大家 公眾的利益 還是為了時下跟廠商 要某些東西呢 我不說全部了 有一部分 所以他可以 其實最知道議員有沒有搞鬼的 官員都很清楚 因為議員沒有辦法自己拿錢 他必須通過官員 那官員搞的話 是另外一個程式 議員和官員都在搞 那官員搞成比較大 像土地徵收這一塊是議員在搞 但公共建設 就是BOT啦 地上權啦 地上權比較沒問題 像我們等一下會討論到的 像BOT 聯合開發 那都是官員在搞 那這邊幫忙回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那個就是 到底是做秀 或是怎麼樣 那個 還有一些那個什麼 立委 他會聲稱他都不是 他不是黨議立委 不是馬議立委 他都有拖黨投票 那這個呢 請大家多加利用 G0V 有建立感的網站 一個是立委投票舉辦 還有一個是議員投票指南 上面就可以看 這個拖黨投票次數 還有其他 他討論的議案這些的 然後第二個呢 幫這個邱哥 講一下之前 他1129選前呢 曾經有開一個 等於說 討論富邦 富邦文創這個B案的記者會 那當時候呢 各家媒體 除了公視以外 其實都是沒有出現的 這邊 因為這個新聞上面也沒有出來 所以幫忙 邱哥講一下這件事情 他不是 他不是只是在這段節目上面 放泡泡而已 我想 對 這個事情要很重要 所以要重複三次 這樣子 就是說 議員開記者會 沒有人來臨 對 議員開記者會沒有人來臨 各台的記者都發了 只有公視出現 因為公視電視 是屬於國家補助 其他 所以這也是 我必須要說 今天台灣 還好有門PTT 因為富邦掌握了一個很重要的管道 叫凱博 所以很多電視的上架權 是掌握在他手裡 所以對他不利的新聞 很多電視 他就自行斟酌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鼎星還好沒有拿到中將 如果鼎星如果拿到中將 我也告訴各位 鼎星的這個黑心案子 也沒人會上 但是即使是這樣 我們昨天跟水牛博討論的時候 也是有 他也是一樣1129之前有一個 續告鼎星的記者會一樣 沒有記者來 不過他那個時候 鼎星的威力還沒有富邦大 因為他還沒買到中將 如果買到中將的話 那他的威力就會跟富邦不一樣 我跟你講各位 這個案子非常有趣 如果今天你是22K的 你聽了之後 可能大概 你晚上睡不著覺了 如果你現在還是五個蜗牛的話 我建議你就到富邦那個飯店 去睡一個晚上 富邦那個飯店在哪裡 各位 你們如果有機會 到這個台北信義計畫局 國父經驗館對面 有個很漂亮的荷花池 荷花池旁邊有一棟非常棒的建築 文創荷花池跟文創飯店 結果呢 我有一次問跟你們一樣的學生 我說 你認為這棟建築物 有沒有文創的特色 他說有啊很棒啊 你看前面有荷花池 那裡面還有古蹟區很好 我說如果把這個古蹟區和這個 荷花池拿掉 你認為這一棟跟一般百貨公司 有沒什麼兩樣 我記得他是台北醫生大學的學生 他人做公讀生 他說這沒什麼兩樣啊 我說我再告訴你 荷花池維修的錢是政府出 古蹟區維修的錢政府出 所有賺錢的被富邦拿走了 那他當時打文創的招牌 很多人不來 又做文創不見得賺錢 結果他們拿到之後呢 各位知道他付多少錢 只付了一億三千萬 一億三千萬拿了兩千 就是拿了1.2公頃 三千六百坪的土地 然後呢 你買房子 政府大概不會補助你吧 不會 你大概也不會補助吧 當然沒有那麼好 這個我們 我們付幫對不對 那付了一億三千萬之後 他們有馬路 政府幫他花了三億開條馬路 現在你走的煙場路 是政府幫他開的 然後呢 政府再補助他五千一百四十萬 做利息的補貼 還有什麼其他的員工的薪圓補貼 付了一億三千萬之後呢 是 我們政府啊 還要倒貼多少錢呢 倒貼將近九億 而且 黃沒有的事 這應該是完全合法的事嗎 完全合法 因為這就是典型BOT BOT簡單來說 叫什麼 叫Building Operate Transfer 我先建好 我想你是寫都市計畫 在國外做很多有名的案子 因為政府沒有財力來蓋 就由你來負責Building 營運了幾年之後 在Transfer給我政府 在國外這種地質 大家會做什麼呢 高速公路 香港的過港隧道也是很重大的工程建設 我政府沒錢做嘛 香港的過港隧道 我來交給一家 或者是一些大眾認輸 大眾認輸 像高速公路 像泰國很多高速公路 就是日本商人幫他做 做完之後怎麼樣 我讓你收費四十年或五十年 弄完之後呢 到最後再轉移給政府 那我泰國政府就不需要怎麼樣 我就不需要蓋這條高速公路 可是這條高速公路通行費用 由這個日本公司收走 香港的過港隧道 也是由一家英國的商人來蓋 因為政府要花幾千一蓋 可是你說這種大樓政府蓋不起嗎 台灣BOT 既然跑去搞一些小大樓 那明顯的就土利了 那標準的土利 沒錯 像以前成大的那個學證書 這也是一樣 BOT完然後超貴 都沒有人住得起 對啊你看 這是小型的吃政府的 這是大型的吃政府 但是因為BOT有個好處 它不用公開招標 也不需要經過議會 因為BOT是用獎餐條例 所以它全部在法律上 都把你保護得好好的 對 獎餐條例來參與的話 它就不要經過議會 所以呢這塊土地 就讓它拿走了 拿走之後咧 最後咧 我說這不是文創嗎 我讓你解釋 這叫文創飯店 所以當天飯店叫文創飯店 然後電影院叫文創電影院 那我今天文創訪問可以扶住嗎 所以你就沒辦法扶住了 因為你不是財團 然後你現在去吃的什麼 它裡面也有餐飲 它叫文創餐飲 它的小吃街叫文創小吃街 它的百貨叫文創百貨 然後它的辦公室叫文創辦公室 那我說怎麼台灣大哥大也進去了 他說那叫文創大哥大 文創大 因為我還找了法律裡面說 大哥大屬於文創業 是啊 所以最後全部進去 然後各位 你為什麼買房子這麼貴 台灣大哥大的總部在 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簽到了這一棟 由政府提供他的土地 給他做總部 他另外在基隆木面塊土地 就準備規劃做小豪宅 一瓶一百五十萬 What 真是該死 結果後來被揭發之後 台灣大哥大 台灣大哥大就說 我五百進來 我只搬進去一半 結果還是全搬進去 它其他變成數位電信 數位創意 結果一樣全部都搬進去了 把自己的土地改成豪宅 然後自己的公司總部 以文創大哥大的理由 搬到了政府 提供他免費的土地 你說你為什麼買不起房子 原因就是因為 土地都給 用政府給了財團 我告訴各位 中華民國對財團來講 最大的提款機就是政府 政府就是這些財團最大的提款機 剛才放到台北市的土地資源 是非常稀缺的 這麼精華區的市區土地 居然用這樣子的運用 實在是讓那個 除可忍除不可忍 可以這麼說嗎 更妙的是 你知道嗎 這塊土地被我們拿走之後 旁邊 花錢的 你現在進去看那個荷花池的維修 政府來 你看到那個古金區去年花了多少錢 平均一年九千萬政府來維修 就是旁邊那個真正文創的 然後裡面的展覽 文創區裡面的展覽 那比較具有文化創意的 因為會虧本 一年經濟部補貼兩億 也就是說 我們政府在你看到真正的文創那一塊 我們政府平均一年要花三億 可是其他賺錢的呢 你去那邊看電影 逛百貨公司 然後住飯店 那塊政府提供的土地你去住的話 你要知道一貫上多少錢 不知道 一萬四千五 比那個 比那個團體多 對 一萬四千五 而且他們在去年 你們都忘記這個消息 他還搞了一個文創跨年趴 在這個文創上面 沒錯 文創跨年趴 也門票一千六 比江峰的門票稍微低一點 原來 那我們現在就知道 那個文創大飯店跟一般大飯店的民眾不一樣 就是它比較貴 比較貴 所以我說 他到現在是說市營業 如果真的將來正式營業 我呼籲所有人都可以到那塊 到那個文創飯店去看 然後 因為他強調 他是跟成品書局一樣 他有一個很大的圖書空間 那你就把它當成品書局來看吧 我們就免費到那邊去做 因為那塊土地 我告訴各位是政府免費提供給他的 好 好 那這個延續這個 請問邱哥 您曾在那個政論節目上面說過 您在國民黨裡面人緣很差 然後 尤其是像你這個揭發辟案的過程中 會不會遭遇到很 因為遭遇到像其他精光黨 就是各黨的主力的時候呢 有沒有就是其他人會相挺呢 不過我說實在的 議會有一個我最佩服的議員 我相信像你不認識 台北市你也不認識 他跟我共識了二十幾年 他這次也沒有選 他叫林靖章 可是你又不會認識 他是謹守本分 天天開會 我現在告訴各位一個秘密 你聽了也會很難過 尤其拿22K的 拿30K的 拿35K的 你知道台北市議會 為什麼我讓他討厭 最重要的因素 我把很多的秘密 鋪在我的Facebook上面 你如果有興趣看我前幾年鋪的Facebook 你會發現一個 各位知道什麼嗎 我們議員的薪水一個月大概十三萬 十三萬 但是除了薪水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不用納稅的 叫做議員的出席費 一天2450塊錢 而一天2450呢 一個月 禮拜六禮拜天在他睡覺 他也領2450 中秋節吃月餅 他也領2450 當午節吃粽子 他領2450 只要開會期間 一天你上不上班 他就是2450 所以三十天 大概就七萬五千塊錢 可是各位知道嗎 他一個禮拜只要來簽一次到 簽一次到 那是禮拜三的下午 兩點到六點半的大會 其實我真的很建議PTT 我們在下次 在大會的期間去做傳播 你會發現 你平常那些在選舉跟你說 他要為名服務 看緊荷包的 沒人出現 我自己拍過 在兩點鐘開始 兩點半的時候 大概有五個到八個人 但是簽到領錢的 六十個人了 所以呢 領錢的人大概在門口簽得到 就回家了 而且一個月只要簽四次 每次開會的時間兩個小時 一個月只要開八個小時 你就可以領七萬五千塊錢的出席費 我想那二十二K的人 大概你們不會知道 當然我必須要說 這不是台北市議會 全國的民意代表 大概都有這筆費用 但是再看看他們 開會的情況和時間 你會覺得很心酸 好那這邊就剛好接到 我們下一個問題是 請問邱哥為什麼推動議會開會錄議 其實剛剛好像差不多回答了 那過程當中有沒有遇到什麼阻力呢 還有加上是 您是不是贊同議長選舉的部分 是簽名投票 你覺得是 為了量不量票的問題 其實最近很熱門的話 我覺得當然 我覺得任何人 都要對自己的投票行為負責 就如同 我反對你政府的政策性預算 我就投反對票 所以他們為什麼可以黨籍處分我 看到上面的時候 我是反對票 一個政治人物 當然要為他的原型負責 簽名投票當然是最好的方法 你敢投 你就要接受大家的檢驗 我覺得未來的縣市議長選舉 其實是用記名投票是最好的方法 用量票也很難看 故意拿給大家 躲來躲去 吹來吹去 我覺得那沒有意義 我覺得那種東西 那種動作又不是小孩子了 我也故意量票給人家 各位也看到 打開來吹 不用嘛 你就記名嘛 更簡單按鈕 你知道各位按鈕之後 贊成的是誰 放棄 氣權的是誰 投票的那個反對的是誰 然後沒有在場的是誰 清清楚楚 你何必用那種動作 我覺得 這個就是用電子看板投票 大家每一個議會都有 我覺得最好 我覺得最好 我覺得其實量 我覺得就直接用記名 因為他們是代議式的嘛 對嘛 就記名投票 然後這種東西也不要去量票 我覺得量票那種動作坦白講 反而讓它覺得很難看 你大概全世界也做中華民國的議會投票的時候 有人拿夾克黨 然後有人吹那個意思 然後在那給他 真的是我覺得那也是大概中華民國的民主奇跡之一 有電子看板在那你就直接用了嘛 那你就不用去吹啦 也不用去躲啦 也不用遮 你按完之後就知道誰棄權 誰贊成 誰反對 誰不在場 我覺得這是一個公開透明 也讓這些所謂要透過買票來進行會選的人 無所對比 接受的買的都攤在陽光底下 然後給學民檢驗 那如果說你的投票行為跟你當時在承諾不一樣 那檢察官就開始調查了 沒錯 因為他們是代議士喔 他們是代表我們的間接民意 所以其實反而呢 記名投票才能真正反映我們的民意 而且選民也可以檢視 當初他們投下的這一票呢 是不是有真正接到傳達 然後 喔好 那那個 好像有現場反應說 我們不用麥克風講話比較清楚 那我們就不用麥克風了 好不用麥克風 我們講話大聲一點沒問題 好 那那個現在就是 像譬如說我們的那個 藝人投票指南跟立委投票指南齁 大家比較可以 比較可以 有共識的 是只有說這個出席率 評判這個民意代表的表現部分 請問您覺得就是除了出席率 您認同用出席率來評判嗎 還有是有沒有其他的標準 可以評判 然後呢 再來就是剛才有提到的 某些民意代表在議會 其實非常少出席 但是支持率非常高 表示是他們的選民服務也有做足 被認為是好議員 那這個其中的 評判是否是好民意代表的標準 麻煩邱哥評論 我覺得這個標準基本上 可以做各種不同度的去探討 例如說 你認為說跑婚商喜慶的 是很重要的標準 那當然這也是一種標準之一 你就可以投票給他 我在我的選民的聚會裡面 我剛剛很清楚講 如果你希望找一個去參加婚商喜慶的 你就不要投我楊石球 我不跑婚商喜慶 但我會幫你看緊荷包 你如果要跑婚商喜慶的 我會推薦你投張三禮事 他會幫你去婚禁 我不參加婚商喜慶 但是我呢 我會幫你做做不到的事情 例如說哪些預算有問題 我會幫你看 我會幫你擋 我幫你看緊荷包 哪些法案有問題 我會幫你看 我會幫你擋 我做的是這塊 如果你認為這是比較重要 你投我 每一個都有不同的價值標準 我覺得這要尊重選民的看法 但是出席力是最基本的 因為你領錢了嘛 是啊 你今天已經領了2500了 對啊 他一個月就是2450一天嘛 成癮 然後你出去郊遊 他也知道賺賺了你 所以這種經過 而且一個禮拜只開一次會 你都不來 我是完全無法接受這種 你懂我意思 所以為什麼 簽名也不是本人簽 簽名一定要本人簽 但是被我逮到 散會後補簽到 我常在公佈散會後補簽到 各位知道嗎 因為我們兩點到六點半開會 常常三點半沒有人就散會了 這些人跑來的時候呢 已經散會了 他就趕快補簽到 其實這已經涉及貪毒了 這涉及到貪毒了 我問過檢察官 你上會後補簽到的話 是涉及貪毒 因為那2450 但是呢 其他六天呢 連簽到都不用簽到照領 所以就等於說 一個月領七萬五千塊 你只要簽到四次 就是每個禮拜三的下 但是呢 這就不是價值的標準 這是法律的標準 因為你領錢就要開會嘛 你連一個禮拜一次你都不來開 所以我後來為什麼讓人家討厭 很多議員就是覺得 關你什麼事 我把他們開會的心情錄影下來 結果後來議員就跟議長講 那議長就會說 師兄啊這個 我是希望你不要再錄了 那最後我說好 那我就移到旁聽席去錄 我以個老百姓的身份來錄 所以我移到旁聽席 從三樓啊 你到後來是 你可以看我後來的錄影帶 就比較不清楚 我就離到四樓去錄了 但是你看到那個錄影帶 你就會發現 你心目中的那些好像很不錯的議員 原來不來開會 我覺得各種 剛才你所說的 出席力 我認為那不是見仁見職 那是唯一的 因為你領錢了 其他說你要跑婚商喜慶這種標準 你覺得很好 對 我想關於出席力 應該是一個 有共同的價值的 所有的都沒有疑問的價值判斷了 已經不是政治立場的問題 你是領錢 就這麼簡單的問題 而且一個月 是你們22K的3.5倍 七萬五千塊 薪水出壞喔 而且那不用扣稅 這是出席費 不過我想我們 這個觀眾是第一次知道 原來邱哥會做這種錄影 就是抓別人的事情 請大家訂閱邱哥的臉書 一定要去按讚他的粉絲很少 對 難怪我們可以知道 而且要按訂閱 接收通知 我想我們大概知道 為什麼楊石邱議員在黨內 這麼不受歡迎了啦 不是黨內 民進黨也很高興 所以當他們知道我落選的時候 兩黨幾乎是歡欣鼓舞 哇從此之後沒有人在錄影開 怕我們出洋相 那我們就要派老百姓去錄影 所以如果 我覺得今天 一個議員 連一個禮拜一次 兩個小時的會 你都不參加 我覺得這說實在 真的 你平常講的在選舉講的那些高調 都不用談了 這不是價值 這是法律的標準 這個就靠網路上的公民朋友們 多多監督了啦 因為只靠議員 一個人監督所有的議員 負擔也是太重了 只有喚醒全民的監督意識 才是國家政治的長久之道 沒錯 那我們這邊也就是 像邱哥致意 邱哥就是除了這個優秀的問政 專業表現 然後也幫人民看警荷包 並且甚至監督她的同事 那 但是同時 我們也常常看到其他 這個 有一些市議員的問政品質 令人傻眼 然後甚至就是 花蓮好像還有議員還是立委 就是喝醉的去鬧事或什麼的 那我們想 然後 就是覺得說 好像常常有一些民意代表 他明明就是民意代表 但他又不是這麼熟悉 其他的分內的職責 那 請問這個是 譬如說他是助理不夠用的問題嗎 那還是說 就是 議會上 要維持一個足夠的問政品質 以這個六都直下市的等級來說 他的需要的準備啊 或者說他的助理智囊團 要怎麼樣才足夠 還有現行的補助 是不是需要調整 沒有啊 問得很好 你答也問得不錯 不過我告訴電視機 我們前面的鄉民們 其實台北市的水準 真的我必須要說是最高的 我們只是盡力求盡而已 我不是要貶損我的台北市議員同仁 我必須要說 台北市議員的水準 不但超過中南部的 也遠遠超過立法院的平均水準 助理團的水準也是 也是全台灣最高的 我可以跟各位講 台北市議會的議員跟助理的水準都最高 我記得有幾年前啊 我上過汪笨湖的節目 那時候是一個叫做 汪笨湖一個節目 我就講 我說我今天要感謝那些 我以前的議員 他們起碼 雖然不像我一樣出來當 但起碼他們不會以前 我要向他們質疑 我也要感謝那些以前的議員 為什麼 他們起碼沒有把我打死 我在中南部找被他打死 我很坦白講 在台北市他們還讓我活著 這個東西我真的要向他們質疑 我要哭了 的確是不太可思議啦 就是剛剛議員 所以我說 所以我必須要說 所以我是公開的店長講 我說我今天要感謝那些不A錢的議員 台北市議會也有不A錢的 但是坦白講 像我剛剛講的林俊章 他是個很好的議員 他不A錢 他會提供一些資料給我 那我就去做這種壞蛋 我就幫他們擋 但是呢 那A錢的議員坦白講 就摸摸鼻子了 我告訴你 我在外縣市 不是被他打死 就被他打到殘廢 為什麼 我擋的都是大筆的錢 而且這些錢都是在各縣市議員 可以分到的錢 我記得我那天可皮講的 繼承向盜的土地徵收 我擋了十四年 每一年替政府至少省二十億 至少超過三百億 可是在外縣市他們是分的 哎 你知道你今年你三千萬 你五千萬 你六千萬 大家分的 我在外縣市擋的話 我根本不可能活 那台北市既然他在摸摸鼻子 他水準很高的原因是 他知道李楊石秋不是為了自己 如果我擋你 然後怎麼樣 我自己來A這一塊 人家不會接受 所以我覺得台北市議會 我今天必須要告訴我們鄉民們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回去你的 不管你是雲林縣啊 嘉義縣啊 那更糟糕啊 那更不堪文問啊 所以我說中華民國 Republic China 它是Republic Corruption 它是一個貪腐的可負 我們本來想要逼問議員一下 到底是哪些議員A錢 不過為了議員的生命著想 我們今天還是就算好了 這樣子 這些A錢議員就像我所說的 他們都算不錯 被A了 被我擋他來走出來 我彼此認了 我在外縣市的話 那真的是 根本活不出來 所以這一點 平協論台北市議會的水準 因為 台北市議會 不管是助理的水準 還有議員的水準 以平均來講 絕對超過全中華民國 包括立法院在內 請問議員大概有幾個助理 我們過去一直維持 五個到六個 但是像美國或日本的先進國 他們助理團 其實都是非常龐大的 比如說有20個 30個補助這麼多 這樣子 讓那個市政的品質 能夠輔助議員的補助 議員覺得 是不是我們應該 朝這樣子發展 這也不見得 像有些議員 他請了很多助理 但他不是在做問證的 就像跑分上行刑的 跑分上行刑的 就像市政府有兩個 專門寫毛筆 自寫那個 例如說 你可以看 你到台北市第一B館 第二B館 你就會看到 穿議員背心 穿立法委員背書的 他們大概每一個都放一個 就是說 每一個人公計 他就過去跟你鞠躬 再一兵放一個 二兵放一個 這兩個人 所以他固定在那裡 所以他們跑分 還有結婚的 還有招攤的 那些大概都會有 那你說夠不夠 其實有些人 放在那邊可能還不夠 但是他會不會用在你的問證品質上 那說實在跟溫證品質就會有點落差 再好的制度也是被人濫用 實在是讓人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啊 這是 是啊 不過我覺得還是 大家基本上 像這一次 起碼有一個好處 大家 年輕人過去我常講 不出來投票 他們認為什麼一個觀念 哎呀政治是很骯髒的 政治是很龐龜的 這我不同 我今天還要呼應年輕人 這一次你們做了一個很成功的示範 即使我落選 我還是要誇獎你們 為什麼 起碼你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你們站出來了 當你不管政治 政治就會更骯髒 也不代表你清白 也不代表你神聖 當你起碼去投入 你起碼政治有改變的一天 否則的話政治啊 你越不管了 他就輪入少數人控制 那等到他控制你的時候 你也沒有未來了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起碼你出來投票是第一件 第二件就是除了看演唱會之外 偶爾到市議會旁邊請看一看 你支持的那個議員有沒有來開會 還看到發言問的是什麼東西 你只要看過一兩次 你就知道你當初投票是對還是錯 沒錯 最近就是也很多人在呼籲 我們投票不是四年一次而已 你選票投下去了之後 要持續監督你投的這些民意代表 有沒有貫徹人民的意志 那接下來我們也順到 就是接到台北市政的問題 先前呢就是秋哥玩具 本來穩具加入市府團隊 因為擔心對府會整合有疑慮 那每核式弊案追了四年 您對就是所有這些反貪府追弊 甚至還有公車補助各種東西 都很有心得給的 那這一次那個柯市長在政論節目 公開邀請您作為廉政委員 您也說就是要無償擔任 那不知道您對這個反貪委員會的想法是如何 他過去在郝龍斌市長成立一個蘇灘中心 他是在市政府的政風處下下 那坦白講那就沒辦法發揮工人 因為都是同事嘛 而且都是你的長官嘛 那我們成立一個蘇灘委員會 我連科兵討論就是 他過半的叫府外委員 那這樣子的話就不是受這個 市政府的長官所下制 例如說你是政風處處長 你下面有個蘇灘中心 那蘇灘中心要負你負責 那他怎麼敢去抓你的同事 檢營局長公務局長都是你的同事 就搬不掉 你看呢當時這個 香港廉政公署成立的時候 所有警察全部怎麼樣 罷工啊 罷工 為什麼 都在貪污啊 因為所有警察不貪不行 活不下去啊 沒有辦法 最後他們就成立一個體制外的 全部徵收新的人 然後在抓 1971年代 結果最後來個特色 當最有名的 我們常常看電影的那個 五一探長就跑到台灣來了 有時候你到仁愛醫院 常常看他去看病 他就跑到台灣來躲了 所以就是說你一定要有個體制外的 而且跟原本的關係 不夠密切的 才能夠抓到真正的貪腐 否則的話都是自己人 不好意思辦嘛 就像香港狀況 他是只屬於那個 英國女皇嘛這樣子 當時在70年代 他就不是屬於香港皇家警察 因為當時皇家警察 本身的那些蘇灘中心 全部都已經混成一堆了 用英國本土的那個外部司令 來前置英國本地的警察司令 這樣 所以那個是一個很成功的案例 那我覺得像台灣 這次柯P 我很坦白講 柯P可以做 陳菊做不到 賴清德做不到 朱立倫做不到 因為他們不是不好 他們都在政壇上 塔滾太多了 他有親戚 他有朋友 他有包袱 而且沒有黨的 他今天柯P為什麼 他是從什麼 白色巨塔走出來的 他沒有包袱他才敢這麼做 把議員的官說 怎麼樣 公開透明 誰敢做得到 他做得到 而我在議會已經要求 多少次了 議員官說天經地應 當然議員應該 但問題 他到底他官說是為了自己的私利 還是為了公益 你建黨之後 他每一個官說 他都得怎麼樣 他都要先想想的話 將來公開之後 我會面對選民的譴責 我在議會大概只有我一個人 我所有的協調會 一定公開透明 把法治局正風處協調 嚴考會找來 做公開透明 但也只有我一個 其他人不會這樣 但是今天 柯P做到這一點 我覺得很棒 但是其他人 我相信柯P只要成功 其他人跟進 台灣是有希望的 公開透明 才是解決貪腐的唯一方法 但是這個方法 為什麼賴神做不到 為什麼花媽做不到 他們在政壇混太久了嘛 他怎麼公布 他敢得罪議會嗎 你看柯P這個 光議會的 這個所謂議員官說 其實他開始就 開始要罵了 要吵了 因為太多人 不願意接受公開的檢視 是啊 第二點我也蠻佩服他的嘛 不保護這張喜氣 全世界一個首都市長 你去參加那個商禮 你連他是叫什麼 名字都不認識的 你去參加婚禮 還要臨時 趕快去把那個新娘新娘 你好好的做一點正事嘛 你何必去浪費你的這個時間 在這些上面 所以我覺得 不保護這張喜氣 我也可以高度肯定 第三個把所有首長的行程 要公開透明 沒錯 我曾經就碰過一個case 有一個警察局的主管 他說 我說你怎麼跑去跟色情葉子吃飯 他說因為議員要我 議員要我之後 我一進了現場 那裡面有色情葉子 我走不掉 這是發生在民國90年的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公開透明之後 他就不敢參加這種聚會 即使是議員要到的話 他馬上就 當場掉頭就回去說 我幾月幾號跟議員邀我吃飯 可是我發現裡面有誰我離開走 甚至網路上的某知名部落客說 我要把所有的公務員跟議員 裝上GPS定位系統即時公開 所以基本上來講 你看我在議會 第一個 我不參加任何應酬 我才敢砍預算 否則換你砍預算 你要找SQ 有人情 這個你就拜託高財貴手 你怎麼辦 所以第一個 我在議會大家都知道 我不參加任何應酬 第二個 我覺得我們也是人 我們也要家庭生活 所以我也不承擔婚傷喜情 而且我也不騙選民 我跟選民講 你要認為婚傷喜情很重要 你投別人 但我會做別人做不到的事情 我覺得柯P先把這三點做成 但是最重要的是 議員的關收透明公開這件事情 要全面建黨 他如果做成 對台灣不是台北而已 會是一個全面性的改革和影響 但是柯P還好 我對他有點寄望 是因為他雅士伯格陣 雅士伯格陣有時候比較敢衝 一般滑頭的人 我跟你講 不會做 幹嘛得罪議員呢 大家一起混嘛 混酒之後大家一起A 議員會不會很羨慕可疲 因為你們的理念是類似的 但是他選上了 你卻沒有選上 這樣子 這就是人生 這就是人生 其實我跟他 其實他所提的 在我上次選市長 我全部講 第一個我就講 我選上的話 第一個我不會參加任何應酬 第二個 我選上我會把所有議員 因為我自己做到了 今天我自己能夠做到 我才敢講 我在議會 我這麼多年 十六年來 我所有的協調會 我的官說 一定是公開透明的 但是 他 成功了 在這個浪潮之上 那我們失敗了 人生 失敗和成功 平行而論 還沒有結束之前 誰都不知道結果 所以我們要來這邊 好好鼓勵你一下 沒錯 希望把你的事蹟 告訴社會大眾 然後鼓勵這種人 好好出頭 真的 沒錯 其實 柯P這次有說 因為他是剛好 搭在這個民主 還有學運之後的這個浪潮上面 才就是 也是有一點順勢 那然後呢 他上任之後 雷厲風行 除了第一天 馬上就拆除 中校西路 專用道 現在已經公布了 限期拆除 違反公共安全的 226戶違建 然後現在呢 還有 又拋出要砍 14億的 台北市政府 員工的加班費 以及交通補助費的行政 那請 邱哥給他一點評論 或是建議 我覺得其實 14億的加班費 我覺得 第一個階段 倒不需要砍 你砍了之後 他是說花錢的先砍 我覺得第一個 一步一步來 因為 你把人家操得這麼兇 我覺得 這個先給人家 我這話 老百姓想想看 這些員工講 我加班 我領個三百五百的 你一元 在家睡覺也領兩千四百五 他肯定不爽了 我剛剛講過 他是按照一個月 我們這個 為什麼我說臨時會 自從我 我開始檢討臨時會之後 台北市會很少開臨時會 為什麼呢 臨時會一開開十天 現在開了嗎 現在沒開 後來 留會 好險 我們是可以開八次臨時會 我們過去都把八次開滿 然後八次臨時會 可能只開一天 但是他領十天的錢 因為臨時會一次要十天 所以我們第一天開個臨時會 開完之後 就沒有 不開會了 所以一次一百五十四萬 一次十天嘛 你十天兩千四百五乘上 乘上 就是兩萬四千五乘上六十二個人 然後再乘上那些聯絡人的加班費 大概一兩百萬跑不掉 一兩百萬跑不掉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其實針對公務員那個 因為你自己每天 從早上七點半搞到晚上六點半 還有還要加班的 這些先加班費 我覺得那個錢保留 沒錯 尤其是他的秘書出 對 那個可以保留 因為真正的大錢 說起楊心話 像美和事 你如果認真追討 像我們已經追回來 他一樣答應的是七十六億九千八百萬 你追回來七十六億九千八百萬 先追回來 然後台北富邦的合併 重新建價 那個是五百億又進來了 太多錢 這個小錢先給 我在台北市議會 你A的錢不要離譜 我會讓你們過 為什麼 我常常講 事情一樣能做 楊時秋A錢 是天誅地滅 為什麼 我選舉不花錢 那我在A錢 那不是天誅地滅 有些人選舉 坦白講 有買票 我請客他A點小錢 我就睜子眼閉子眼 說起坦白話 因為他有花錢嘛 但我最痛恨是哪些人呢 那個打到形象牌 來A錢呢 我絕不手軟 你既然在打到形象牌 你在選舉 是沒有花錢的 然後你還要來A錢 那這種表裡不一的 你可以看 我在臉書上公佈的 都是你的形象牌 你本身選舉 就花錢買票了 你A到不要離譜 我就放你 但我楊時秋不能A錢的理由 就是 我選舉沒有花錢 我就不能對不起選民 我就應該天誅地滅了 所以你可以看 那我過去所追打的那些議員 基本上都是外面所認為的形象牌 因為我認為你選舉已經沒有花錢了 你還要扯爛屋 那對不起 那我就覺得不放你 觀眾注意喔 議員有提示出一些線索囉 沒錯沒錯 依照議員過去的紀錄說 哪一些 回去翻Facebook 我們很疑惑 就是像那個候選人都會強調說 選舉有很多像宣傳啊 文宣廣告的花費這個部分 那請問如果是打形象牌的話 為什麼他會就是不太花錢 我們以後選舉經費 你選舉有一個最重要的 我常常講 為什麼 台北市議會在民國100年創了一個紀錄 中華民國只剩下一個反對的 但台北市議會只有我 因為只有我投反對票 郭敏良良都贊成 然後我特別跟議長講 議長 我要這個紀錄 各位可以看到大會紀錄 在民國100年的年底和新年的9月份 我都是只有我一個人看這個預算 民國100年的年底跟新年的9月份 你去看到議會的公報 非常清楚的 我在裡面說 我要跟議長 議長請注明 這一個投票的過程當中 只有一個人反對 叫做楊石秋 為什麼呢 你現在到滿車喔 李達你坐不坐公車 當然坐啊 我們又不是權貴謀 對 要坐 你又發現公車上面有很多廣告 對 沒錯 好 那我就把這個秘密告訴各位 那公車不舒服 這個議員啊 又要開始痛哭了 登頂到不用錢 為什麼呢 他一年 你知不知道 台灣這個補助 基本上 我對柯P在選前 我給他兩個高度的肯定 一個是政治獻金的公開透明 這是我給他高度肯定的 為什麼 所有人都在罵政治獻金 有沒有 可是選錢猛收啊 收完之後呢 是還是合法的喔 合法的 然後再送到監察院 你也不會看 起碼柯P公開了 我收多少人政治獻金 我收到我的選舉上限 八千七百萬 所以我收到一億 我就不收 我就停了 中華民國收政治獻金 最多在目前合法的喔 蔡英文嘛 七億六千萬 沒錯 第二名就是馬英九 兩千零一千零一千零二千零一千零一千萬 第三名就是馬英九 兩千零一十二零的四億四千萬 就是說 這些都是你在監察院看得到 但是他從來也不公開你 一般也懶得到監察院去看 可批把他公開了 只能進去查對不對 上班時間進去 進去查可以看 會給你 用身份證嘛 等於但是不能夠帶出監察人 但你可以copy 你可以copy 可以在監察付錢引 對付錢引 可以copy出來 全部人都可以引 但是這個基本上 還算是合法的喔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些政治人物会骂 会吵 但是他照收 那柯P起码 我也不吵也不骂 我公开透明 让我知道我收了多少钱 我收了一亿 超过我的金钱经费上线 我不收了 这是个可以肯定 第二个各位记不记得 所以他说他对U-bike的前30分钟免费 他绝对要检讨 我要给他鼓掌 因为他敢于得罪市民 这起码敢做这种事情 今天台湾最可恨的就是 太多名义代表 用买票师的补贴来做社会福利 这是荒唐到西班牙了 你知道吗 荒唐到西班牙 什么会有这种怪事 全世界 各位 社会福利是针对特定的少数的 需要照顾的对象 而不是大败败的全部都给你 怎么可以这样干的啊 听到了没有 各位选民 那这些 你可以看 所有人都喜欢讲 我当选之后 我把你2000变3000 这个3000变5000 对对对 如果说你租 我把我的房子卖掉来补贴 我给你股仗 你拿的是大家的钱 今天我就讲公车 公车我们一年补贴25亿 各位你知道吗 当时候是有假 首富他也补贴 你也补贴2块钱 你也补贴2块钱 郭台铭的小孩也补贴2块钱 这公平嘛 其实就应该不补贴 然后把这个25亿针对特定的对象 否则的话 今天你参加舞会他也补贴2块 那个每天真正要 晶晶夜夜去上课 他也补贴2块 不合理 我们现在每一个大公车 大概补贴你1块7毛钱 因为油价的高涨 可是呢 你知道吗 油价上涨 政府补贴 你去看到的弟弟搬公车 有没有 很方便 政府补贴 你看到上面这些电子的跑马灯 什么站 什么站到了 政府补贴 可是这个车厢广告 你现在看到的广告 广告有没有 他们熟 他们自己放口袋 哎呀哎呀哎呀 那为什么议会不敢砍这笔预算 因为大家都有利益嘛 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要选票 用政府的策略去 米娅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呢 他一年平均3亿 他放了口袋之后到选前的时候 你要选举啊 大牌的议员 免费车厢广告 哦 就给你了 中牌的议员 打三折 小牌的议员 打五折 没搞头的议员呢 那就按照正常的 但是你找现任议员 所以这些议员呢 为了那一百万两百万 他对他来讲很简单嘛 我四年 我可以拿十二亿 我找最后那一年的三亿里面 拿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给这些议员分一分 我今天 所以我常常讲 为什么我不应酬 我才敢砍这些事情 因为我没有做过车厢广告 你可以看 所有 多年来选举 我从来不做任何车厢广告 我今天如果做了车厢广告 他即使给我打八折 我也不敢碰这笔预算 你什么小牌啊 你拿八折 他大牌啊 所以他免费啊 那就完了 所以当这笔预算 为什么全台北市议会 只有我说 这个预算要把它放进去 你如果说所有的花费 都要政府补贴的话 你这个收入 你也要扣掉嘛 你要把这三亿要扣掉嘛 就去年在我坚持之下 我就告了两个交通局长之后 他去年啊 退给政府一亿两千万 他说你不能叫我一次把三亿拿回来 好不容易 真的好不容易 一亿两千万 结果后来 微落选了 明年大概又恢复了 所以这种东西就很简单 去年 一亿两千万是 去年就拿回来了 但明年开始我判断大概又回去 我们真的要代表大家跟邱哥质疑 谢谢你做这么多年努力 为什么我们基本上来讲 能够不应酬 就是你只要应酬 你说美何是这种东西 你怎么追 他给你吃个饭 你还谈下去嘛 所以我一直不跟他们见面 才会在民国102年11月 他先赔了我们3513 3513之后 开了一张本票 送到我们捷音局 去年总咨询的时候 我就查到里面更复杂的问题 去年的年底 去年的九月份的时候 结果他们就提高到四十八亿 四十八亿 结果在选前的一天 我落选的一天 郝鲁宾打掉来安慰我 然后他也认为说 美何市议员你认为怎么样 我说你还是要在一起跟他增加 否则我将会高 结果后来最后 76亿九千八百万 所以后来苹果日报问我说 杨议员你认为76 最后来76亿九千八百万 你追了六年你都满不满意 我说其实我的目标是一百亿啦 但是我觉得76亿九千八百万 起码算是合理了 这样是四分之三 76亿九千八百万 相当于77亿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能够从这 因为建价的关系 追回来77亿 台北跟富邦合并的过程当中 重新建价 可能可以追回来三百亿 这是大钱啊 这是大钱 这些钱如果拿来针对 特定的弱势的团体 我觉得今天台湾 最大的问题出在年轻人 就是看不到未来 标出买房子了 你们两个算英俊不错的 念国立大学 你知道多少人啊 家境清寒 他念的是私立大学 是啊 他到最后 他不要想买房子 他工作前十年是还学贷 他哪有未来啊 一出社会就背了大概三十万 五十万左右的贷款 这种情况 他当前把你这个执政党 丢到垃圾桶里去了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政府 如果你们知道政府浪费的行刑 我刚才认为022K的人 都该出来革命了 唉 真的我们该革命了 我们要政治革命 所以的确现在的社会气氛 就是逐渐朝这样子 对立跟不满的情况发展 但是又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说 这是他们底下 毫无理由的在仇富 但其实我想也并不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真的有太多不公平 不公平不正义的地方 不透明还有不透明 那问题是 所以你们有特别注意啊 那些帮他们A钱的人 有很多就是你选出来的 没错 公民真的要觉醒 然后我们要多去追踪 我们投出来的民意代表 然后后来做了什么事 然后呢 还有就是 唉 真的 米娅大概还没什么投票权 米达我刚才告诉你 没有 有啊 刚才有投票权 我告诉各位啊 小敏啊 投票最简单的标准 千万不要傻乎乎的 第一个 不要看党派 我说过 中华民国从来没有国民党 没有民进党 没有在野党 没有执政党 只有一个党叫金光党 选上A钱的时候 两党都在一起A 你看候选最简单的标准 你看他花钱的多少 我这么多年来 几乎花钱越多的候选人将来一定A钱 这是百分之九十九 那不花钱的也有可能A钱 因为你想想看 一个亿元的薪水 一个月十三万 你乘上四年 他大概七百万的薪水 你只要听到有这个人请客 他的花费超过一千万 全世界不可能有这么高贵 这么神圣情操的人 花了几千万 甚至上亿的竞选经费 还要跟你拜托 说 哎 请你给我一个为民服务的机会 那违背人性的 不可能的 他将来一定的钱 就跟议长你买票之后 我请问你 所以我想我们听起来 做出一个通牌的结论说 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说 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 选举的花费太过庞大的关系 不是 我是说 简单来讲 以达讲的没错 只要选举花钱多的人 将来上一定的钱 因为 这是什么 但是花钱少的人 像你又选不上啊 花钱少的 我也选了5G 21年了 台北市 不 我必须要说 台北市我可以当21年 其实我家在高雄 我在高雄的话 根本选不上 对 我在中南部 连选一年都选不上 在台北市 我要给你们台北市民鼓掌 我即使落选 我都要感谢你 你起码让我当了25年 21年 而且根本不用花钱的选举方式 你在中南部 有一次我第一次当选 78年的时候 国民党主席李登辉 有一个台北县的议员 就跟说 主席 我们以后 就是 有个立委叫洪定国 我的姐姐洪定雅 她是大学教授 在中原大学 我们要学习杨诗秋的选举方式 这样这样 结果后来旁边 马上有一个台北县的 吐槽 杨诗秋的选举方式 不要左水溪了 过了淡水河都选不上了 这个方式不能推广了 所以就说 我们选举 第一个不设军选总部 我也不用宣传车 我也不看高 对办公室 因为 军选总部各位知道 你选钱 你要去租一个店面 一定要店面 那这个这个行很贵 而且你要摆很多人在里面 然后很多推销员 有很多人还好几个 就来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 而且是临时性的 我就不做 然后公司广告你不能做 尤其你砍的这种预算 你更不能做 所以就不能碰 所以选举少 花钱少的人 基本上他干净的可能性 会比较高一点 比较高一点 但是那个选举花钱多的 一定A钱嘛 就跟议长这些家伙 你说他为了当个主席 他花几千万 那将来一定A钱 一定A钱 我给你保证 比票几千万 为什么 全世界有这么呆的人 是啊 就是善尽家财 只是追求一个 为民服务的机会 如果这样的话 你应该参加慈激功德会 或去竞选好人好事在家 慈激都在草地 对啊 你怎么会跑来竞选呢 所以这种 花钱多的人 不管他哪个党派 百分之九十九 将来一定A钱 然后 政府就是他们的提款机 然后你们将来就去 这些年轻的乡民 你们就去负债了 唉 唉 邱哥哥 我刚刚一听到你说是高雄人 我就觉得很高兴 然后听到后面又觉得 是不是要代表 高雄 高雄人可以道歉 我觉得我们的话题 高雄好像越讲越沉重 又没有希望的感觉 还有希望 还是有希望 起码我能够当选 二十一年代表的希望 没有 有希望 所以这些年轻的朋友 你将来不用 不设宣传车 不搞竞选总部 在台北市是有机会 选择这样的 尤其透过这些网民 还是有机会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加油 那这边再稍微绕回一下 刚才漏掉的一点点问题 就是像邱哥说 不跑婚娼喜庆这种 这种也是所谓的 广义的选民服务 那在这个 除了买票式补贴之外 平常还有没有一些 选民服务的请托 是比较不妥的 可以在这边就是顺便 呼吁大家不要想要 就是请本民 带一直去瞧一些 不该瞧的事情 不过我们任何事情公开透明 我的办公室上贴了一张纸 违禁官说一概计决 选民服务全力以赴 违法官说一概计决 不啰嗦 为什么呢 我的选 任何的选民服务官说案 我一定把法务局的人找来 不合法 不合法 对不起 回家了 所以 只有我一个人 目前做到这个 这个情况 所以有一次法务局长讲 公开讲 他说台北市议会 只有一个议员 他在任何协调会 或官说 一定把法务局找来 对协调会也是 郑峰 严考在场 郑峰 看他合不合情 合不合理 严考做记录 法治局先将法律 那你说如果违禁怎么去整 就不肯官说 因为这个违法 所以我的办公室 就是违法官说一概拒绝 选民服务是天心地义 法治局长会不会也很讨厌你 不 这个家户不错 他一直出席 不 他因为他当过检察官 我蛮信任的 这一次我能够 像很多弊案能够抓就是郝龙斌 我曾经骂郝龙斌的团队 是个贪腐的团队 但是我也跟他讲 有几个是不错的 他的法务局长不错 他的法务局长是当过检察官的 很有正义感 他的政风处长也不差 还有一个劳动局长 当过法官的也不错 他不能说全部都坏蛋 就跟说你国民党全部是坏蛋 也不质疑啦 所以还是说有坏蛋的意思 对有有有 坏蛋很多 但是有几个好人 很离谱 很离谱 坏得很离谱 很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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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下来就是有很多人也提到说 怎么可能像邱哥这么优秀努力问证的 议员竟然会落选 然后其他那种荒腔走版的人反而悬上 那请问您觉得说这个是 什么环节出了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在台湾选举生态上面 如果要就是有人想要走这种就是优秀问证的路线 但是又要选上 那在这个选上的关键情况您觉得是什么 其实我在过去的25年 从民国78年选我落选过两届 第一次落选你们大概都很小 就是赵少康跟陈水扁选的一次 我记得 两次选举我的落选都是蓝绿对立 我就会落选 因为蓝绿对立呢 他就变成各回到基本盘 他不看你议员 他是看市长 就是中华民国才有的现象 所谓的母鸡带小鸡 一个母鸡带咬鸡 我根本不认识你这个人 因为你是新党的 我就全部给你 在民国823年 这一次就说 我就按照配票来走 因为我全部在看科匹和连胜文 所以我对议员就不关心 所以国民党有他的配票单 国民党他不会配票给我天经地义 因为我不听党的话 我可以接受 所以他们就 国民党就归队了 那民进党也配票 那民进党有一部分可能支持我人 他都按照配票单来走 我就曾经碰过一个大学教授 他事实上有讲 他说他投的那个人根本不认识 可是他按照民进党的配票单 他身在第三月 他就投那个人 所以这就是一个 全世界我大概 我常常批评 我在国民党内部也在批评 怎么会 你住在哪一个地方 要投给哪一个人 或是你是什么阶级 你是军方党部 你黄复兴党部 要投给哪一个人 你当然去看看 这个人做得好或不好 做得不好 就该回家睡觉 那你做得很烂 你还做什么 另外一个民进党的配票也很荒唐 如果是四个人 他按照春夏秋冬配票 我说那春天 我投这个人 你看配票 然后呢 如果五个人 他按照身份证字号 一到零来配票 如果六个人 按照月份 一二月三四月 我说全世界 如果按照这种选举方法 这是全世界找不到的 你投那个人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好 还有什么女生投谁 男生投谁 你投他的原因 是因为刚好我身在一月 我投他 我刚好身在夏天 我投这个人 那最后的情况是不是如此 就是如此 所以这次我落选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这种配票政治 在 在G到最高点的时候 大家全部看科皮 看廉胜文的时候 议员我也不认识 我配票单上我三月 我刚好投张三 我投张三 所以议员是比较反对 这种根据政党 或意识形态的 看党不看人的方法 是不是 我认为 根据政党来决定投票 是坦白讲 真的可以思考一下 每个政党都有好人 每个政党都有坏人 全世界不会说 你加入国民党 你就变腐败 你加入哪个政党 你就变民主进步 也不至于 全世界我觉得 意识形态就像我说着 他就跟你喜欢吃麦当劳 喜欢吃辣的一样 他只是一个参考的方式 你能够说吃辣椒的人 都是脾气火爆嘛 也不见得 你能够说吃麦当劳的人 都特别肥胖嘛 也不见得 意识形态 不管你支持台独 或者反对台独 都是你在政治理念上 一种判断 但他不能够作为你 对这个人 政治人物是否好坏的标准 但台湾今天 就比较 严重的就是说 这个人是反台独 知识统一的 其实他知识统一 他可能有他的理念嘛 民主政治就是 但是 如果知识统一就代表保守 就代表中共同路人 那我觉得大可不必 那知识台独 他认为台湾独立 建国是他的 最高的理想目标 那只要你认为 不影响到别人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 一种选择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用这种意识形态 如果你对政治人物 判断的标准是错的 民国83年 就是台独跟反台独 对战的结果 阿扁跟赵道康 我就落选了 为什么大家就用 意识形态来决定 那你这种 去比较的 因为意识形态一旦介入 他不比较了 是啊 他就跟意识形态走了 他就不比较那个 他就不比较问不问证了 你一年都不来开会 都不重要了 因为你是台独的 你两年来不来开会 也不重要了 因为你反台独的 他就意识形态 来标准的时候 他根本不检验你 到底有什么概念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还是我讲 就是看他选举的花费 你想听到这个人有请客 我告诉你 请客的人 他的选举法会 一元一千万以上 跑不掉了 那个大概降了一千了 如果有买票 三千万以上 我说台北市 如果外縣市买票的话 至少 你知道一旦买票 至少五千万到八千万 一个一元 请客的话 因为请客不能请一桌 你请一桌会很麻烦 请客绝对是大规模的请 买票绝对不会买一张 你一定是大规模的买 或者的话 你买票会犯效果 为什么张三收到钱 我没收到钱 就会犯 所以他买票一定是区域性的 全面性的 这个区块 他要买这块 他不可能针对一个人买 请客也不可能只请一桌 所以他一旦下去的话 钱的花费就是 所以我觉得 这才是判断候选人 最简单的方法 因为是从人性来出发 而不从意识形态来出发 意识形态像我说的吗 那只是一个 你生活方式的一种形式而已 但是我就是身为这个角色 我大概稍微提出一下反论的意见 他会来这样子 就是说因为其实在议员说 其实在有一些西北欧的先进家 比如说荷兰或者什么 他们其实也是有这种 看意识形态选择政党的倾向 比如说 他们的地方市议员的选举 是不看那个什么政见 或什么直接讲说 他们左派就打出左派的标语 右派就打出右派的标语 这是基于意识形态的选择 议员刚刚也说 如果有些人是根据他的同独意识形态 我为什么来决定的话 也未必不长不可 因为那是他的选择 也是一种选择 但是不见得你选出的议员 就一定是好议员 其实你刚刚讲左派右派 没有错 但是后来到最后基本上 现身早期民主党共和党 基本上差异是很大的 共和党代表的是 靠近了 你说现在左派右派 坦白讲也越来越靠近了 因为大部分你不敢去抵挡 第一个跟财团靠拢 第二个社会复利 大部分都不敢不给了 所以我想议员的意思 应该不是说 我想议员的真正意思 应该是说 他认为这个意识形态是假的议题 就是说应该是不是这样 你可以做参考了 就是说 就像我们两个一国的 因为我们两个都喜欢吃麻辣锅 我跟这个人比较亲 因为他都是台独的 这个都是知识统一的 这可以 但是如果把这样的议题 作为你判断这个政治人物好与坏 那就实施偏颇 那我这样做结论好了 因为比如说 选民意代表的话 议员在议员的位置 就应该做议员的事情 立委的位置 就应该做立委的事情 所以应该还是要 以那个职位 来考虑这个人 是否升任 而投不投他 而不是说他宣 而且他所宣称的意思形态 也有可能只是宣称 所以大家还是应该要看 实际的问证品质 然后还有他在过程中 是不是就是 有遵照游戏规则来 还是说他有就是 违法的情况 好 那这个就是延续刚才 也是一样延续这个议题 就是像这两年 公民运动风起云涌 从去年那个 廣大新开始发酵 到红中秋 然后到今年三月雪孕 然后到后续还有一些草运 这些运动风起云涌 那到这个11月29号 很多人觉得 好像有点开花结果 但是没想到就是 很多人觉得 县市场的部分 好像年轻世代赢了 这样子 那没想到可是 像议长选举大家又沮丧了 就是在 像我们觉得 目前政坛啊 很少新面孔很多 都还是什么天王级 继续在台面上 甚至连感觉好像终生代 都还没有完全出来 那在这个政治人才的培育跟经验的传承的部分 议员有没有 就是邱哥这边有没有想法 有没有感觉 尤其是像台北市议会这部分 邱哥这一个人一支独秀啊 然后又好像后继无人 那这个部分 就是您觉得 是不是 您平常有在刻意栽培您的助理去选吗 还是说有没有办法后继有人呢 平行而论 我在政坛 大家都知道我是个艺术 其实我也没那么厉害 我是中间落选过一次 我的人生改变 中国人讲人生有三大悲哀 以前没有办法想象 中年上偶是人生大悲哀 真的 你中年突然一半了 老年上子 真的也是悲哀 以前我无法理会 为什么叫做少年得志 是人生三大悲哀之一 我31岁当选台北市议会的议员 也是最年轻的 其实我那五年 做的平行而论 非常普通 我不A钱 但我也不敢当人家财路 可是我落选之后才发现 哇 过去那种生活没有了 每天请你吃饭的人不见了 当时我的同学 我同步系同学 还在市政府当科员 我已经跟局处总长 是可以审他们预算的人了 那那个四年 让我重新认识到 我如果将来重新进议会 我不成了任何应酬 我要做事了 我必须要说今天如果 我没有经过那个落选 我也跟大家一样 我最多不费钱 我也不敢当人财路 我最多做个六十分的 所以人生的变化有时候 是需要什么 经过一种 一个重大议席的改变 我觉得这次年轻人 为什么 会造成科批当选 然后也造成全台湾 所有的县市长里面 记录翻盘的原因就是 他也是认为 我 我那个年代工作五年 我就可以买房子 民生社区的房子多少钱 六万块一瓶 真的吗 我的薪水 我们研究所出来 两万多块一瓶 两万多块一个月 两万五千块 差不多 我民国七十五年的时候 然后民生社区房子 是六万多块一瓶 哇哦 三个月买一瓶 我大概工作五年 我可以买房子 然后我将来可以结婚 现在为什么大家不结婚 我没有未来 那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这些家伙 这些年轻人出来了 我在台北市我投科批 在清北市我找不到科批 坦白讲 水牛摸很多票 不是只他 是因为没有科批 然后郑文菜也是一样 这些就外移出去了 那这个就是代表大家 就跟我落选之后 发现 我要做不一样 那这些的热度 我是坚持了十六年 所以我后来十六年 我不再用筹了 所以年轻的朋友 乡营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下一次选举的时候 你继续要挺身而出 当你挺身而出的时候 这些人为了要你的选票 他就不敢违法乱纪 过去大家为什么 不甩你们 你不投票理你啊 台北市投票率 永远都没有超过七成 原因有三十%不投票 三十%不投票 三十%不投票里面 很多是手投足年轻 这次换成那些老家 外部出来投票 就觉得不爽了 福利金被砍了 那这些年轻人出来 投票之后 为什么大家以前 会去买票请客送禮 因为买票请客送禮 投票率最高啊 是啊有用啊 有用啊 那不理你的原因是 你也不投票 你知道你们以前可能 哎 礼拜六礼拜天跟同学交友 天气好 不去投了 有啦我还是有投了 那你当你愿意投票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改变 而这个东西就不能跟 红皱秋的案子 在凯达荷兰大道 两天一天结束了 你知道持续下去 当你持续投票 持续关心 持续 让这些A钱的民意代表 或贪腐的官员知道 我很可能会被抓 我很可能会被淘汰的时候 那他就不一样 叫我说嘛 我落选四年之后 我发现我要重新起来的时候 就是我从此不拆下任何应酬了 我当选落选的生活 是一模一样的 我也不跟你任何人来往了 这种情况之下 你才敢做一些真正自己的事情 所以年轻的乡民们 投票 不是这一次有柯P在投 但柯P现在所提的几个构想 你们也可以应用影响力去支持 包括 民意代表的官说公开化 台北市做到 当其他地方做到 我告诉各位 只有公开透明 才是杜绝贪腐的唯一方法 所有的贪腐都是 有因为有太多的黑箱 是 那各位听到了 请打各位所在选区的议员电话 对他们施压 打议员电话 我们最后 那个 我们到时候放出录影的时候 可以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 还有就是 比如说 就像 就是真的公民要行动 才会有影响力 就像之前柯P跟教育部长 吴思华对抢这个 这个 评分的 呃 两尺的那个 评比的问题 那家长团体 马上就包围教育部 那是不是就有效了 所以 大家真的要行动 而且大家要 就是 努力的发声 然后包括之后 如果还有 林选局长 艾峰琳 大家一定要投票 那还有就是 刚才就是有一些 那个选举语言啊 其实对年轻人造成很大的一个门槛 就是像 政论节目上面很多东西 我其实听不懂 那不知道 秋哥我会稍微解释一下 您常提起的这个 黄复兴党部 是什么东西 黄复兴党部就是 是退伍军人 只要退伍军人 他就国民党 就成立一个特种党部 那黄复兴就是他们的代号 他也叫 有一点叫黄国梁 他就是一个党部 那退伍军人 就会在这个党部 然后 投票的时候 他每个地区 就会有一个黄复兴党部的代表 例如说 你是黄复兴党部的代表 那所有黄复兴就会说 诶 请你投他 那你在另外那区 你是黄复兴的 台北市大概有六个区 他会有六个黄复兴党部 台北有六个啊 每一次选举 他们都可以连任成功 因为黄复兴基本上是 比较会听党的指示 那他们不会就是凋零了吗 不 你早 他有一部分慢慢当然就凋零 但是他只要退伍军人 还有军人啊 只要一退伍就自然 就是像我现在 假设是一个中校一个上校 他可能四十几岁退伍了 他的自动 他的党 他如果是国民党党籍 他就是黄复兴党 这样应该说军人被洗脑洗得很彻底 所以新的退伍的军人 还是有继续进入这个情形 没错 因为我们一直以为 就是比如说像冗民 像像其实我爷爷的也就是已经 黄复兴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新的他当然 新的会不会听话 那就很难说 很难说 不过我觉得 刚才提到教育的问题 我觉得台湾真的事实上 最重要的还是 教育的问题要 要做个解决 我觉得平心而论 台湾今天 沦落到22K啊 原地踏步了 我很坦白讲 不是16年 我民国西斯巴尼当议员的时候 当时大学的毕业生 在立法院是 差不多一个月三万块钱 现在还是三万 议员的大学毕业生 两万五 现在还是两万五 78年到现在 26年了 原地踏步 那我觉得 原因这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 我们的教育改革 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教育改革 当时李远哲 我不得不说 他在当时 把美国作为教育改革的方向 是错的 李远哲在 你要知道他的背景 他在民国五十年到 美国去留学的时候 看到美国是一个 比台湾有 遥遥领先的 美国每一个人 你现在说很有很有理想 很有了 哇好棒 美国的教育制度 不是成功的 各位知道 全世界 学美国教育制度最彻底的 就是你现在每天可以看到的 马尼亚 菲律宾 是他的殖民地 结果 他们每个都念大学的结果 就是跑到台湾当佣人 每个人都念大学的结果 就是跑到欧洲去掃厕所 所以当时 菲律宾教育部长说 最痛苦的就是 他有一次到欧洲旅行 看到菲律宾大学毕业生 在那边慢慢掃厕所 台湾今天也是如此 但是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 他们的本土教育非常成功 其中的环境差异到底在哪呢 其实美国刚才阿达讲的没错 美国教育成功最大的原因 不是他们的教育 是他提供了一个最开放的环境 社会 让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到他们的国家去 原来如此 各位你可以看到没有 诺贝尔和平奖 最多得主是美国人 可是有半数以上 都是在国外受基本教育的 原来如此 我们的李远哲 我们的丁肇宗 我们的那个 得到 我想讲 包括早期的 高兴建 高兴建 是中国大陆的 我们有四个诺贝尔和平奖 李远哲 丁肇宗 还有 杨振令 李振道 这四个 全部都是在国外受的 基本的教育 他是靠他提供的最好的 优秀的环境 让德国人 让韩国人 让印度人 你看Silicon Valley 里面的不是华人 就是印度人 就是他们的 就是等于说 基本教育部分 其实是很 是很普通的 对很普通 但是高等教育 是很 因为他是提供了一个 最好的环境 你知道全世界有哪个地方 可以有五百坪的花园洋房 只要卖二十万美金的 只有他嘛 你全世界有哪个地方 那个地方的国家公园 是那么漂亮的 因为他是一个 新大陆 所以 美国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他提供了 叫做American Dream 你在那个地方 自由平等 你都可以来 可是我们把这种制度 移到台湾 全民 大学不是一个全民 必须要上的 是 欧洲的教育制度 你可以看到 各位 德国 北欧国家 他念博士不要钱 你知道吗 念硕士不要钱 因为他认为 你念硕士 你很辛苦 但你不代表 比那个养猪的工人 赚得多 真的 丹麦的猪肉 是全世界最好 最贵的 他们养猪 可以养好多代 但是丹麦 如果你再加小孩 给他补习的话 你抓到一次是罚钱 抓到两次要违罚 为什么 他认为这个教育 就让学校去做 家庭里面 就让他自由开放 欧洲的教育是成功的 美国的教育是普通的 全世界只有一个 完全按照美国教育的 就是菲律宾 他是他殖民地 他全民练大学的结果 你看到今天下场就是 这些人跑到台湾 来当玛利亚 跑到泰国去当工人 我们台湾 结果把美国这套学来了 真的是荒唐到极点 就如同 我那时候讲 你们大概没有经历过 那时候叫建构式数学 哦 有哦 这就是 建构式 对不对 我们怎么会去学建构式数学 对 为什么呢 你知道原因何在 那是因为他们意图要推演出最基本的逻辑 跟那个吗 那是完全胡扯的 我告诉各位 美国人 你现在到美国 现在他们有计算机 我们早期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三块 两块九毛 你给他十块 我们中国人一下子上来 我给你七块一毛 是 他们用加的 他们是两块九毛加一毛 再加三块 四块五块 他没有办法 全世界我们可以被九九成发表 印度可以被九九成发表 美国人不能念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美国人他们不是实经卫 哦 我们三万加五万太快了 八万 美国的语言结构叫三十千 许言结构 三十千 五十千 我们十一加十二太快了 二十三 他们不是实经卫 嗯 他们10完了之后 不叫10万 叫11 他的十二不是叫102 叫12 对 我们的二十万加十五万 为什么对我们来讲实经卫来讲 二十万十五万 趴一下就三十五万嘛 嗯 他二十万叫200千 嗯 就是语言结构 这是语言结构 就跟你打篮球 你永远打不过老黑一样嘛 为什么 他什么 他是一百九十公分 他弹跳能力超过你两百公分的 但是法国的语法更复杂 他们还是很多数学家 对 我的基本上就是说 这是你的天赋 你不需要去为了美国人 欧洲国家他没有办法的原因是 因为就像美国人 印度人为什么在数学这方面很快 嗯 他们不是 我们是九九 他们九九可以背到九十九 嗯 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在Silicon Valley 不是印度人就是中国人的原因 在华人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那你怎么会去学别人 就像 哦 黑人这么厉害 结果 我叫黑人以后 我帮了两个千块 不然不公平 这样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像 你就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就对 就是说 我们今天可以背的 我们可能优势 就是你干嘛放弃了 到最后当然就会放弃了 大家发现荒唐到极点 是的 因为所谓的建构式数学 是建立在那个非十进卫的国家 他们没有办法被九十八表 你看那个当时 我们有一个YouTube的 一个华人 嗯 那个创业者 他回到台北进行小学讲 他到美国的时候 人家认为他是天才 原因就是因为他会心算 美国人没有办法心算的原因 他们那个语言结构把它限制住 就让我说嘛 我们心算的话 原因是十进卫嘛 他们不是十进卫 嗯 对不对 他们有没有十万 没有十万 他们只有百万 他们有没有千万 他们只有十百万 是雅虎的创办人 杨先生是不是 不是 那个YouTube另外一个 啊 他在台湾念到金金小学 啊 他后来台湾访问说 他当时就是台湾 贝勒旧陈发表 到美国被人家认为天才儿童 我们当然不知道每个人天才 就是说 教育很多是因地制宜的 嗯 你台湾怎么会去把美国内套教育制度移过来 你到最后今天台湾已经跟菲律宾 几乎没什么两样 就是全民念大学 可是我觉得议员的话可惜 议员对教育就没有见解 在示意或者实在是太取究了 应该是去公共立法委员教育委员会这样子 能够让你的所长更有所发挥这样子 也是一个可惜啊 这样子 不过有时候我看到很多大学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 很多大学 那些科技大学 我不是说科技大学不好 他很多的科系 其实 那只要三个月就够了 嗯 那是一个 补习班就可以做自己 嗯 你怎么会像什么 模特儿系 或是模特儿彩妆系 那这种就是三个月就好了 你何必再去念什么 大学必须要用大一英文啊 大一数学 那个根本不用念了嘛 你干嘛浪费人力 当然唯一的贡献是什么 台湾的这个失业率 就降低了不少 否则的话 我想不偷他们 让这些人去念大学的道理 因为这种资源浪费在上面 真的没有意义 然后最后 更荒唐的是 他们念大学 被付了学贷 然后上课是不上课 然后跑去设备一人打工 再去付那个学贷 恶性循环的结果 他们就没有明天了 所以这个错误的教育制度 让今天台湾的22K 和南台湾人看不到未来 其实占了一个相当的比例 原来如此 不过华人实在是很喜欢 念书的一个 儒家传统文化的地方 所以说今天我们谈到的很多主题 其实都跟社会文化风气有关系 我们如果要把文化风气 跟整个观念慢慢的改过来 也是一个很艰巨的工程 不过总是要踏出一步 总是要开始 我还是觉得就是说 当年的李远哲 他或许在化学 他化学的诺贝尔奖得主 他绝对有他的专业 但是我们把他神化了 没有把他神化了 还有投票也照他讲的头 我记得当时的那个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到过台湾来访问的 他就曾经海耶克 他是唯一来过台湾访问过的 一个诺贝尔物理奖 他是德国籍的 后来到美国去 他就讲过 他在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任何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都要仅仅一个原则 我们不能够因为诺贝尔奖的官环 就让我们无所不能 我们得了诺贝尔奖 我们更要谨言慎行 因为我们所知道的领域 只是在那特殊 而且狭窄的领域里面 我们获得了肯定 但是我们不能够 因为有诺贝尔的官环 就无限的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这是海耶克在1970年代 在得到诺贝尔物理奖的时候 他讲的话 这句话是不是可以送给柯医生 这样子 我觉得送给柯医生 还有包括送给李远哲 还有包括任何自以为是的人 都要做参考 我 抱歉 我站在比较尖锐的立场角色 就是不好意思 不过柯匹我觉得 基本上 在某种程度来讲 他是 什么时代 都有什么时代的一个背景 在这种充满了鬼混的 缴获的 这种政治混混的时代 他像这种无厘头的人 是蛮需要的 无厘头 是蛮需要的 有一个郭老板也蛮无厘头的 拜关公那个 但是他是在那个时代可以起来了 平心而论 这个时代没有了 那个时代是因为 刚好大陆经济 他是不是靠台湾呢 他是在大陆 刚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 有提供廉价劳力 有广大市场 还有他抓到了代工的机会 那我相信 他是在那个时代的一个成功的典范 但今天大概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对他不知道 但是就是觉得这个社会还是有点奇怪 就是好像所谓的成功人士 我们就盲目有崇拜 然后让他拿到很多的话语权 然后让他左右社会的选择 不过他自己也破功啊 对他破功 但是每日站台都输 那刚才有讲到教育这个问题 那其实这边有一本书 是就是邱哥跟现在我们柯市长都有参与的 大家可以另外去找 那就是 针对雅士伯格症 还有郭冬症的 我们可以 听听看他们的声音 因为事实上雅士伯格症平行而论 这科皮我最担心 人际关系会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好处就是 比较敢自作做一些事情 但是家里如果有雅士伯格症的 或是郭冬症的小朋友 在学校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压力 也欢迎他跟我们联络 因为我们有成立一个协会 就是专门帮助这些小朋友 让他们能够融合这个正常的学校 万一融合不了 我们也去募款成立了一个实验学员 让他们一起来参与 因为我发现台湾 可能因为这个高龄产妇的关系 这个种小孩子比例 越来越高 所以我觉得我们提供一个管道 因为他最终他的外观是看不出来的 他们雅症和郭冬症外观是完全正常的 不像你一般看到的 因为身体方面有障碍的 你会知道 他可能走路不方便 他可能看不到 可是这种小孩子 因为外观完全正常 相对来讲 那这个时候就 人家会认为你是顽皮 你没有教养 你是如何 对 但事实上他是因为情绪上面 他们在某种程度是有缺陷的 还有一点点认识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透过这个管道 我们希望提供很多家长 作为跟学校沟通的桥梁 然后 如果你在学校融合不了 我们最近也成立一个实业学院 学费全面 如果到国外区域那种学校 地点是在 要特殊教育 要特教的专长来跟他们沟通 所以我觉得 这点是 我觉得 大家如果有这方面 而且很多家长有苦难言 因为外观完全正常 所以 我觉得我们提供一个管道 让大家可以做的一个 跟学校沟通 或者找到一个 调整的方向 那这个就是 那 邱哥对国内的特殊教育小朋友的环境 有什么心得吗 我觉得 其实台湾 基本上特殊教育这一块 最重要的 我觉得柯P 为什么 我对他抱有期望 就是因为他是个亚瑟伯格症 他儿子也是亚瑟伯格症 就是 我讲的一个亚瑟伯格症 各位就很清楚 Steve Jobs 贾博士就是亚瑟伯格症 是 大家最清楚亚瑟伯格症 人叫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在他这个领域 有人认为他是外星人 所以有人认为亚瑟伯格症 真的 在国外研究 他们认为 他们的思想 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 所以我们曾经有个顾问 就是 松德院区的院长 龙印台的弟弟 叫龙福卫 他说 他们研究亚瑟伯格症 研究到最后 只会想到 这些人是不是来提升人类文明呢 没有办法 但是 坦白讲 爱因斯坦听起来很遥远 很棒 贾博士听起来让你很崇拜 当他跟你生活在家里的时候 所造成的困扰 你无法想象 非常非常非常痛苦 光是没有办法同理性 第一个 对 亚瑟伯格症最大的问题 就出在他们没有同理性 所以你可以解释 为什么柯P跟你讲话 他不看你 他就没讲话 有吗 他不看你喔 他不跟你讲话 他不在看你 然后走的时候 他也不会 一般社交礼仪 他这么比达很容易被忽略 有一次 为什么有个周刊记者 去访问他 访问完之后 到一半你知道 他的水喝完了 那边有一水机 他跑去装完水之后 拿一个水壶倒完之后 他再拿回去 你们两个水都空了 他不管 但是 如果你不了解 亚瑟伯格症 你会觉得他没礼貌 你了解亚瑟伯格症 一点都不会有太多的意外 因为怎么样 他没想到你 这是一个这种情况 可是因为他们外观正常 所以像柯皮 坦白讲 我相信 他自己都没想到台北市长 他可能在大学 连班代都选不上 人员一定很差 因为亚瑟伯格症的特色就是 人员会比较辛苦 但他的好处也就是说 他敢赚助 所以 那这样邱哥也有这个倾向 我可能有一点吧 我可能有一点 但是 我的特色 我可以确定我是ADD 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症 所以我功课在学校就很烂 就是因为我任何人讲话 我都听不下去 所以我永远看到 你看到我任何出席任何场合 所以我一定会戴本杂志 戴本书 为什么我自己看 就像我上call in 节目 别人讲什么 其实我都没在听 所以有一个call in 节目组织 就问我说 哎 杨大哥 你下次人家讲话的时候 你杂志翻小声音 我实在听不下去 但是 我很有把握 就是说你主持人 只要问我问题 可以马上回答 但是别人讲 我真的听不下去 我从小就这样 所以后来那时候 我在 我在学校功课就 用比较注意力不集中症 这是注意力不集中症 因为他任何人讲话 所以你看 不管是好龙斌实证报告的话 什么实证报告 我完全听不下去 诶 议员 这跟你刚刚讲的话 自相矛盾 你在议会里面 没有在认真 听咨询这样子 所以这节目 我刚刚特别提到一个议员 我说我很佩服他 他把资料提供给你 叫林进账 我会非常想 因为 我16年来 我永远坐他隔壁 我永远都 超别人笔记 超别人笔记的家伙 人 人一定要 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长度 人一定要有朋友 你自己的短处你要知道 对 我根本不会听他讲话 所以其实 这个台北市议会的真正清流 其实是林委员 并不是 林进账 对 你看我脸书我就公开称赞他 他是议会真正的模范生 而且图书馆 但是没有人认识他 因为他 因为他 上电视也没人访问他 但是他是你政大学长 一个非常正派的君子 他把所有资料整理得好好的 绝不尝识 因为我不听 我也不知道 我就说 金章 这个资料 马上给你 原来是这样子啊 但是今天 这真的是今天挖角道的独家新闻 这个真的超独家的 好开心喔 但是我从来没有隐会 你看我的脸书 我每次都称赞他是议会的模范生 他是议会的图书馆 他是议会的图书馆 而且我公开讲说 我今天能够 有一点点小小的抓笔的成绩的话 他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 但这个人比较忠厚老实 他每次都跟他讲说 你不要说我提供的 不过最后他人缘也不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 因为大家都知道 害他不好 我为了害他 为了不好意思 我觉得两位的一个 比较可惜的地方 就是两位都太谦虚了 因为其实做的好事情的时候 我认为是不要怕给大家知道啦 这样的话才可以这样 我们现在也公开帮他包养了 回去打字幕 叫林清章 林清章 你看我的书章 我每次都称赞他 真的真的是议会的模范生 而且他做到一个议会最重要的关系 就是他永远在法规审查 永远在议算审查 他也坚守岗位 希望大家多多发觉这种默默 默默努力 默默被活怒了 真的 大家真的需要发觉这种默默努力的人 他是真正的默默努力 不如为人有知晓 但是真的是一个君子 议会 我认为真的是没有了他 大家会很辛苦 跟他有一次 好吧 那其实我们刚才也有稍微 少到一点点这个族群议题 因为像邱哥提到说 只要每次是蓝绿对立 这个族群激化的时候 您就落选 那您之前也有公开提出说 阿扁应该让他保外旧衣居家 看抗才可以降低这个对立 然后达到比较族群融合的目的 那他昨天也就是确定出来 但是期限只有一个月 请问您有什么评论 其实对阿扁 我必须要说 我之所以在两年前提出 让他去家看抗的理由 不是说阿扁没有贪污 或是我对阿扁好感 我只是说 他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卸人元首 你对待他 你就要以中华民国卸人元首来看他 就像马英九 你现在总统 你就要总统的高度来看这个事情 而不是以法务部长的高度来看 这些强奸犯啊 这个强盗犯啊 这个是小偷 他不是 他当然有贪腐 我相信 因为以我的经验 他有贪腐 但问题是全世界有贪腐的元首太多 但是坐牢坐六年多的 没有一个 你这是一个尊严 这是一个对国家元首的尊严 然后居家看护的方式 会比较有尊严 所以我当时认为他 用居家看护的方式 倒也不见得说 郭会不会促进族情和谐 而是一个全世界的惯例 都是有意思 但是我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讲 金大宗的历史 和作为做参考 我非常喜欢这个人 各位知道吗 如果有兴趣你看金大宗 你看他 人家描写金大宗 简直比电影情节还要精彩 现在的韩国中的叫蒲锦惠 蒲锦惠的父亲叫做蒲正熙 蒲正熙是1961年金市政变起家的 1961年 1971年金大宗就要给他选总统 就把他撞车祸 你可以看金大宗 他是脚走路一泼一泼的 车祸几乎被撞死 结果1973年 各位如果你有兴趣找他的资料 他在日本宣布要选韩国总统 结果蒲锦惠的父亲蒲正熙 当时是强人总统 就既然透过情治系统 把他从日本的饭店绑架出来 绑架之后 要把他干掉 可是干掉他又怎么样 怕人家知道 所以就把他带到公海 要把他淹死 公海耶 结果被CIA知道了 CIA知道之后 因为他在日本抓回来的 就请日本海上自卫队 把他救回来 这比007电影还精彩 这样的人 1973年 他被日本人救走 结果1979年 各位知道 蒲正熙就是蒲锦惠的父亲 在一个军事政变 被他的军情局长当场打死 打死之后 就两个他的学生出来搞政变 一个就是拳头换 一个就是鲁太宇 有名的光宗事件 光宗事件 他们先发动双十二政变嘛 1979年12月12号 他把他们的 不是 因为我蛮喜欢看这个人的 各位 他第一个绑架他的上司 参谋总长郑申和 1980在把 当时美国人支持的代理总统 崔龟夏干掉 然后就自己当总统 拳头换 然后在干嘛呢 在把金大中判处死刑 是啊 可是各位知道 1997年 金大中选上总统之后 他特赦拳头换 是啊 拳头换涉及的不是贪腐 除了贪腐之外 叛变 光州暴动屠杀学生 是啊 死刑喔 历史的罪人 对啊 可是97年之后 那时候韩国发生了 也是整个亚洲发生 你去查了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韩国几乎崩溃 他当选之后 第一件事情 他说他特赦拳头换 他跟他一起发动政变的 盧泰宇 我觉得这是一个总统的格局 真的 他就这样做这个事情 而且拳头换不是只有贪毒 阿扁实是贪污 他是贪毒 發动政变 还有屠杀光州的学生事件 可以说是反人类罪了 也不会过啦 这样子 而且最重要的是 1980年他当韩国总统 他是把金大冬判处死刑 使美国人把他救出去 流放到美国 是啊 结果全斗换认为 缓政 我当完总统就交给他 跟他一起争病的盧泰宇嘛 安全下庄 盧泰宇又把政权交给了谁呢 给他竞选经费的金永山 认为这样子可以长包久安 结果没有想到金永山 后来他儿子贪污 贪污之后为了保自己了 就把这两个总统抓起来 一个判死刑 一个判无企图刑 97年的时候全 金大冬选上 就特色这两个人 而且金大冬是怎么样 我说过 他是1980年 普正希干他的事我们不算 1980年 全斗换当选总统 干了总统之后 第一件事情把他判死刑 他就把他特色 那这个 我觉得这个例子 其实你 我为什么喜欢举这个例子 送给马英九 就是说你是一个总统的高度 来看这个事情 他是贪污没有出问题 全世界贪污的元首多的 不得了 你到菲律宾 埃洛宇有没有 都贪污啊 做一两年之后就回家 居家看护了 排满一整排监狱 中南美洲的更多 中南美洲 贪污的总统更多了 所以议员是认为说 就不要把他只放一个月的保外就医 就干脆的把他让他做某种程度的居家看护 就居家看护 而且最重要的 我说过 他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卸任元首 毕竟还是如此 以这种高度来看的话 我们台湾也发生过 蒋介石这么专制赌裁 张学良 各位知道西安事变 绑架蒋介石 绑架蒋介石 那也是唯一死刑 最后也是居家看护 可是他被居家看护好久 居家看护 他是唯一死刑的 他还不是贪污 他是唯一死刑的 在敌钱里面他是剿匪副总司令 直接绑架交费总司令 但是杨虎成就下场就比较不好 杨虎成后来就被灭门了 杨虎成就在蒋介石离开了之后 有军统 但是有两个情制系统 一个是军统 一个是总统 他就被军统的毛人凤 全家灭门 十几口被灭门 那是西北军 他是东北军的 张学良是东北军的 东北的待遇比西北好 那要投靠东北军的系统 所以我觉得就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跟阿扁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私交 我只是觉得从国际上的惯例 给他一个卸任元首的尊严 是合情合理 而且合法 做六年零四十天 平行邮论 全世界因为贪污做 做劳做六年零四十天 我真的找不到意思 够了啦 够了 所以我一直在两年提到这样的意思 就是希望 而且我常常讲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美国人很讨厌我的原因就是 美国人很讨厌你 美国人教授 因为我常常把美国人出洋相 这么说 就是我经常讲的 国民党如果对台湾最大的贡献 就是族群融合这一块 国民党在族群融合这一块 做的是真的超乎各位所想象的 民国三十九年三月一号 蒋介石在台湾复兴失事 请问你们在念书 包括我念书的时候 可不可以说前面不能做外省人 后面不能做闽南人 前面不能做客家人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我们大学时候都住同一个宿舍 没有说这是外省人住的 这是闽南人住的 这客家人住的 原住民住的 不过还是有打压母语啊 这又不一样 这都被误解的 我举个例子 你知道美国人 你看马丁路德 我那是在美国念书 我奇怪了 原来是这样的 马丁路德今天不是 马丁路德 在1963年的八月 他讲的 I have a dream 他怎么讲的 他为什么要选择 华盛顿 Washington DC的林肯纪念碑 是 他说 两百年前 独立学院说 所有人都有追求自由平等的 是 林肯解放黑奴1863年 到现在100年 美国人欠我们黑人 为什么 他说 你们没有兑现这张支票 嗯 你知道吗 你最喜欢看大联盟 对不对 大联盟在1950年代的时候 不能有黑人求援 是啊是啊是啊 你相不相信 我们 在19 有一个人去看 美国大法官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案 你知道 那个解释法案 是因为有一个住在维基尼亚州的 1959年时候被逮捕 因为黑白通婚 台湾外省跟本省通婚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听过多少案例 是啊 你相不相信 美国人是直到21世纪最后一个州 叫阿拉巴马州 黑白通婚才合法化 嗯 在马丁路德1963年 讲 I have a dream 也就是解放黑奴100 100年之后 有15个州 你如果黑人跟白人结婚 被人选择要被逮捕 是啊 所以那个Loffing法案 就是在1959年的时候 他在维基尼亚州被逮捕 最后到最高法院上诉之后 才变成合法 可是其他都坚持 我们念大学 你想像看 会有一个台北市长 或是高雄市长在那边等的 你不准进来 1968年去看 有个叫Forest Gun 阿甘正传 你再看到其中有一幕 用国民警卫队护航的学生进校 那两个黑人学生 一个女生 一个男生 要进阿拉巴马州立大学 挡在他前面的是警察 站在他前面的是阿拉巴马州的州长 叫Wallace 他跟大家讲 只要我当州长一天 过去现在未来 我都不允许黑人进入这所大学 最后是国民兵 护送他进去 对啊 联邦用国民兵 把他护送进去 1968年是林肯解放黑龙的103年后 花了100年的努力啦 才进入这样子 而且是靠军队是护送进去的 你能想象在台湾 我们民国五十几年 六十几年大学的时候 还有哪一个学校 不准原住民 不准外国 所以台湾在族群融合这一块 真的平心而论 欧洲更不要讲 欧洲还有阶级 美国这个强调自由平等的国家 即使你在美国住很多年 你都不知道 美国的那种种族的 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 一直到1960年代末期 1970年代 你知道谁帮他们最大的忙 中共和苏联 所以美国人听得会很痛 为什么 因为1960年代 黑人的国家纷纷独立了 中共代表第三世界 苏联要到非洲 抢这些黑人国家 再联合国的票 所以甘乃迪总统才回头讲说 我们不能像全世界先扬民主自由 但是回头跟我们的黑人讲说 你不能拥有民主自由 是因为你是黑人 所以这个时候 黑人的民权开始起来 然后你会看到黑人民权运动里面很多白人 那些白人大部分是什么人 你知道吗 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自己被纳粹迫害过 他们知道他跟黑人都是少数民主 如果没有犹太人的帮忙 没有当时黑人在非洲的国家纷纷独立 我告诉你 林肯解放一百年之后 到两百年之后 都不见得解决到问题 原来如此 这是一个国际大事的因缘继会 因缘继会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台湾在这一方面真的 我二位国民党讲句话 真的在族群融合这一块 真的他做得非常的成功 是 他最后一个州 黑白可以结婚合法的 是在2000年的4月 叫阿拉巴马州 2000年21世纪 否则的话 你只要被检举 你就要被人家逮捕 为什么 黑白不能合同婚 你看1963年的时候 还有15个州 这个好intense 我们刚才 我们讲一句 就是刚才 现在这个早上这么烂的时间 竟然线上直播有600人 有超过600人 好厉害喔 真的 我想我们这一代的话 讲完这个历史是不是就少100了 我们这一代 感受到对台湾还是 我们最爱听到贪腐不舒服 但台湾在族群融合这一块 做的算是真的蛮成功的 真的 然后我想 在我们这一代的情形下 在这个族群意识的分割 是渐渐消也 就是消敏了啦 但是我们 就是比较遗憾 就是说知识选举 就是有一些国民党人物 就是提提一些 像 好先生 或者是那个的话语 我觉得 好像让某方面的族群历史 不太舒服 这个我想 是 因为我们近年来的印象 好像跟您刚才讲的 就是您刚才讲 我们都可以理解 可是近年来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说为什么 这是国民党 完全没错 国民党 你要知道 是一个 以外省基因为主的政党 而外省基在台湾只有13% 所以 当时国民党推动族群融合 解释为了自己的政权 我必须要坦白讲 为自己人身安全 结果没有想到 你今天为了一场选举 各位 我必须要说 过去挑起族群的 不是国民党 都是民进党 因为他们 你看过去的选举 可是你国民党 怎么为了一个台北市长的选举 你来挑起族群 那你就是政治自杀 结果就政治自杀 这次国民党就是政治自杀 那是政治自杀 任何一个少数族群 你去挑起所谓的族群 而且国民党花了50年建立的 每一次民进党 你可以看当年 不管阿别的选举 都是什么卖台世间 香港脚轴 香港路 香港特首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对他们比较有利 所以国民党 从来不敢碰出这一块 那是因为 他们是以外省经营为主的一个政党 在过去 从蒋介石讲经过 后来到李登辉 做个调整之外 你这次选举 当然就会让人家觉得 你在做政治自杀 那坦白讲 那比那什么 比那个 在高速公路飙升 还危险的动作 结果当然就全部都翻覆了 还好朱立伦 最后 还有保住 最后一百万四千票 再晚一个礼拜 我看朱立伦也输了 是啊是啊 像 比较 虽然国民党的方面 比较还好 但是像1994年 在新党的 赵超康 赵超康在选 市长的时候 也说过中华民国保卫站 还有什么中华民国要灭亡 讲了好多次 像这样子的 眷村的族群动员的话 议员是不是认为 也比较不妥 但是他 对他个人来讲 就在单一来夹输了 他输了 可是他的议员来讲 很有效 像这次一样 大家就盲目了 他有效了 那时候所有议员 就全部 新党议员全部当选 那次就是害议员落选了一次 我自己坦白讲也表现不差 不行 我很坦白讲 那前面五年做的是普普通通 六十分 不为以前也不敢打人财路 后面我觉得我十六年做的 还算不错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来讲 台湾在这一次选举里面 真的 我觉得台北市的选举 因为变成全国的焦点 造成柯P的外衣效应 因为你打柯P的 所有的子弹 最后全部反弹到自己的身上 所以年轻人 返乡投票的时候 他回到高雄 他看不到柯P 他就投给了陈局 他回到台南 看不到柯P 他投给了谁 投给那些新的 他投过台中 看不到柯P 他投给林家罗 因为所有 你晚上看到的新闻 都是柯P的新闻 你看到林家罗 因为这样也造成 他的宣传费用很低 对啊 所以他 我觉得其实柯P在这个情况之下 在这个政治混混 还有 扯乱屋的这些政治时代里面 柯P中雅士伯格症 偶尔出现 对大家来讲是 给他一个 他是大好大坏 时代需要一个扰乱的破坏者 是这样的 对 他是 我觉得他只要能够把议员的官说公开 做到这一点 我就认为 我们要给他最优秀的 最好的掌声 但是我认为他这一块 未来可能会有很大的挑战 因为这些金光党都不愿意 因为只要公开透明 我请问你 他们还什么油水 只要公开透明 他还能够官说什么 各位大家抓到我们这次访谈 不断重复的重点 就是公开透明 就是这个重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已经提过大概20次以上 对 因为 去年4月份的话 Economist经济学人他访问了北欧四个国家 是 他专题封面就是做了一个 他对这四个国家 为什么是全世界贪腐最少的 他的结论就是四个字 公开透明 他说这北欧四个国家就公开透明 所以他们贪腐最少 那你可以看 因为他们公开的薪水很高 公开 然后 这个也是 对 那议员认为这个北欧 像或是一些新加坡国家 这个高薪养联这种情况 符合台湾的情况 或者是 因为高薪的话 毕竟才能够吸引优秀的人才 或是外国人才 就是真的是 全心全意奉献自己为民服务这种情况 议员的看法 台湾现在我平心而论 当你教育政策失败 我认为台湾的未来 起码在我看到 我不会算命 我只能看过去 我没有办法看未来 我认为 未来基本上是不乐观的 别这么悲观了 我们会改变 我们来改变 因为台湾 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刚才讲的新加坡 他是个家长式的领导 基本上来讲 他是一个强人 而且新加坡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 他是强迫投标制 你可以发现 新兴的国家 他们后来是用强迫投标制 他看到老牌民主国家 投标 你看美国的总统选举 大概五成多 很少超过六成 像日本这次首相选举 有没有 三成左右 是啊 战后心底 也就是说你只要拿到 大概 假设三成五 你只要拿到二十八 你就当选了 因为大家背弃政治的结果 就是政治最后 被少数人所操控 那这个少数人最好操控 就是透过买票 请客收鸣 这个系统动员出来的 所以就跟金权挂工 越来越严重 所以为什么新兴的民主国家 不管新加坡 和澳洲和纽西兰 他们就是用强迫投票 你今天不投票 你第一次被罚款 你要写理由 第二次 当人家知道你没有投票 你如果詹字不投票的话 可能就没有投票权了 他反而要投票了 你知道吗 所以像新加坡也好 澳洲纽西兰 他们的新移民国制 不能强迫投票 他们就发现 如果你不用强迫投票 按照目前老牌民主国家的 就会变成反淘汰 人家如此 反淘汰 就变成政治反淘汰 为什么呢 最后啊 当选的都是能够 动员能力充分的人 动员能力充分的 叫靠钱 所以他就变成政治反淘汰 所以你或许对新加坡 这种威权统治不满意 这也是 当时李光耀 他要强迫投票制 就认为 如果你不用强迫投票制 对 会造成整个政治反淘汰 那我觉得今天其实 未来台湾当然 你要搞这种 强迫投票制 我觉得也是一个最 最廉价 不需要做很多 强迫投票制 你第一次不投票 你要请假 你要告诉我你什么理由 我觉得这是很大胆创新的构想 短期内最快速有效的 最快速有效的方法 当你每个人都可以投票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 你的请客动员20% 在50%里面是4成 在99%的时候 你就变成2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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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种 为什么这些 纽澳和新加坡 他们会做强迫投票制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看到老牌民主国家 已经变成这种情况 就是要使了钱 没有办法 要如何影响力 因为到最后就是 靠财罚动员的人 他才可以当选 那台湾今天你看 柯P这次是因为 他的旋风 台北市冲到6成7的投票率 没错 我们台北市正常投票率 总统 杀到天昏地暗是7成 有3成永远不投票的 那毕竟这样子 社会 藉由动员的方式 冲犯投票率 长期而言还是不胜健康的 就是 对 因为你动员的方法 只有一种请客 一种送礼 一种买票 或者是民间自发行 或者游览车嘛 吃便当嘛 那这种东西就来了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 其实选举制度的改变 除了20岁降到18岁是一种选择 其实强迫投票制 我认为才是 能够让大家真正的 每一个人想到的 他不是拿2成 他是要拿5成 强制投票制 所以大家不可以 两党一样烂 随便乱投票票 或是不出来投票 一定要投票 那像这一次 129大选 有很多年轻人 发起就是一起返乡投票 返乡专车 还有有人自己 从自己口袋掏钱出来补助 其他人的车票费用 这让你觉得 就是像这种就是 是不是说 消耗太多民间的力量去多呢 我觉得其实 投票率提高 是好事第一件 第二个就是 你大概稍微用功一点 去看看他做些什么 我常想判断一个政治人物 最简单的标准 三个 你做了些什么 你留下了什么 你坚持过什么 我对朱立伦 不乐观的原因就是 你做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朱立伦做过些什么 不知道什么 你留下了什么 我也搞不清楚 你坚持过什么 坦白讲我也是一头雾水 你做过些什么 坚持过什么 你留下了什么 这判断所有政治人物 最简单的标准 如果你都没有东西的话 那一片空白的话 那你就是大概跑婚伤喜庆的 那那个多事 你要投那你就投他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您评论他应该要被称为小马英九 而不是2.0的原因 他比马英九还不如 所以叫小马英九 哎呀哎呀哎呀 这样子批评主席好吗 不是我讲实话 因为马英九 马英九起码 你要知道 他之所以成为台湾的政治明星的时候 他是法务部长 起码抓了341个 起诉了341个 起诉了341个 那个议员会选案 880几个 他起诉了341个 那这个东西也是有胆子 所以他后来就被干掉了 他后来就被李登辉干掉了 超过341个 341个将近四成 那这个就是他的勇气 那你 那你朱立倫有没有 没看到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今天当议员当十六年 我都可以很 告诉大家说 我做过些什么 我坚持过什么 我留下了什么 而且做过不是说一群人做 如果一群人做 你不能把功劳攔在身上 是 如果说你跟米达一起做 你跟很多乡民一起做的 你不能说 我米达的功劳 我做过的事情都是 如果一个人做的 我坚持的 我可以留下记录 我们今天专场是邱哥的功劳 对啊 留下了些什么 那你当个县长 当八年 一个新北市市长当四年 然后 当行政院副院长 当了半年 我都还搞不清楚 他做过些什么 坚持过什么 我旁边这个人一直在戳两期 所以我就 议员我们对你党内的立场 越来越感到的 我很担心你的人生安危 讲实话最重要 因为今天 我跟各位讲 今天最糗的是 所有东西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你凡说过 就必留下基督 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一天 你一天讲的话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就糗暴了 所以你还不如 所以你看 我选前跟选后讲的话 是一模一样的 我没有调整过 你再看看 朋友一部分人 选前跟选后讲的是不一样的 当然没办法 因为他们需要国民党配票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起码 我们在监督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不能够干净的话 你就靠边站 你监督其他议员 议员是一样大小的 市长最大 副市长 秘书长 议员是一模一样的 你一个议员监督其他 六十一个议员 你如果不够干净 对不起 你马上回家 那如果议长呢 议长可以 如果假如我们选了很好的议长 不过台北市议会的议长 台北市议会这点平行而论 倒没有听过买票这种行为 唯一的听过一次被我翻桌子翻掉了 就是那一次人家通知你不要去开会 对对对 90年那时 他们突然打电话很神秘的跟我讲 是求我们你摆平了 只要你不要来就好了 什么事情 邱哥你让他们没有被抓 结果后来 后来那个记者 有一个传话的记者说 我这一辈子做小记者做了十几年 我终于跟我业父讲出 我做了一件大事 我救了十几个医院没去做了 可是难道邱哥你不觉得 应该让他们被抓一抓 要全部去灌啊 因为后来没有成为事实 就跟双子星这个案子 双子星这个百分之百的弊案 但是未来最后呢 百分之百 对百分之百别都不敢讲 但问题出在哪里 他后来破局了 被走开拆穿之后 就跟有一票人去抢劫 抢劫抢到一半 车子都准备好 人一说啊 走到一半了 车子啊爆胎了 哦 没抢劫成功 但是呢 他们枪啊什么都锁定了 双子星也是一个标准的抢劫案 要抢市民的财产 只不过中间 抢劫未遂 抢劫未遂 我说双子星是一个 你如果知道那一部 那个荒唐弥补的情形 超过你们想象 但是运气好 所以火车的话 郝隆斌这里又有 贪腐的市府 而且其实市民很失望啦 2013年双子星应该要完成了啦 我们这个东西 现在还是空地一片 实在是让我们感到 非常的失望 就是说 因为它本来是一个 国家的门面 跟机场球员的中心嘛 不过宁愿啊 先让它破局 宁愿先让它破局 不要让它A走 你说美和市 你现在虽然追回来 76亿9800万 那也算不错 那你说 台北文创那一块 那块土地 免费送给它 我们为什么当初 不能够严格审核一点 还有大家特别注意 高铁是一个未来 大家注意的 那又是一个大潜坑 又是 又是个大潜坑 又来威胁说又要破产 又是个大潜坑 对对对 我告诉各位 就我 我不敢说我是专家 破产是目前最好的方法 它如果不破产的话 它又能够 减脂再争脂 六成到四成的话 那将来又是一个 大家一起来一起的 那破产怎么办呢 不是就是没有高铁做了吗 破产 全世界有多少破产公司 它继续营燃的 嗯 你破产才能够让这些 当年以前A的五大财团 这些回家睡觉嘛 你们已经A爆了嘛 你们哪有说 你们还继续在里面混的 其实议员是非常 政坛上非常新颖的观点 它是高铁的破产派 从来没有人敢提出这种观点 我告诉各位 有人提出来 你记不记得 夜筐石要滚蛋的时候 他就讲真话了 要破产了 他终于讲真话了 等到他发现可以 回来做消防部长 他就不能破产了 我告诉你 当他没有油水可以捞 他就会讲真话了 他回来就说简直在那裡 你看看夜筐石 他什么时候讲真话的时候 是他已经确定要滚蛋了 没有投入了 他就说让他破产了 人之将死其人也散 对 这就是没有错了 所以高铁真正能够 我不敢说破产一定怎么样 但起码到目前为止 破产是唯一不会 上下其手A钱的 他分三个阶段 他第一个阶段A钱的 是在民国八十八年 到八十九年这个阶段 A钱的人应该是 以李登辉那个系统为主 还没有政党能提 第二个阶段的A钱 是在民国九十五年 又增带了四百多亿 那应该沉水扁这个系统 所以马英九这个系统 目前还没有A到 我认为如果他减 减之在增之的话 如果减六成的话 我告诉各位 那就是第三阶段 他们叫A钱 因为他们很奇怪的方法 就是限制原有的股东 那原有股东 我跟你讲 远航就是个例子 直接把他砍到九十九趴 怎么会跟你四十趴 他们已经吃到饱了 你去看看那原始股股东 里面有五个股东 你看一看 叫他们回家睡觉 他们回家睡觉 他们已经吃干妈净了 所以破产 让他全部重新再公开一次 我说过 只有公开透明 才能够解决所有贪腐 如果你不破产 你用减之再增之 然后找特定对象 怎么办 那就来了 撈第三批 撈第三批了 那那个特定对象就是第三次的 而且 你高铁这批 当年拿六百五十亿的人 你拿六百五十亿没有 你也拜托这五大股东 大家都忘掉了 他五大股东 他几个股东 大家记不记得 长荣 这家公司还不错 长荣 富邦 富邦 富邦如果没有跟台北银行合并的话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 小虾米 富邦 第三家什么 东元 东元也是很普通的财团 还有一家早就破产 倒闭的叫泰电 你去看看还有一个叫泰电的 泰电 再来就是殷奇的大陆工程 泰电什么都倒掉 泰电在2003年就被一个叫 胡红酒的掏空的一百七十一 我请问你这五大原始股东 已经倒掉一家 他会拿钱吗 如果我们五个合伙 你没拿钱 你问问世家会拿钱吗 他们跟政府贷了多少钱 这是我第一次讲 跟大家讲 他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 当年高铁之所以能够得的标 在民国87年的7月23号 你就看那个时间点 他们签约了 原因是因为 86年9月25号 他拿到了一个优先议员权 叫政府零出资 你不用出钱吗 对不对 你不用出钱 BOT当然就是政府不出钱 BOT的最基本精神 就是政府不出钱 我干嘛叫你BOT 好了 到87年的7月23号 钱约了 88年的5月5号 各位注意这关键点 那时候李登辉默起了 所有贪腐都是在政权转换的过程 因为要下车了 赶快捞一票 88年5月5号 他们银行年代2800亿 这也没问题 年代2800亿嘛 到了89年2月2号 也就是政党轮替前一个月 突然出现一个三方年代 是这个过程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三方年代怎么样 米达拉年代不太一样 米达拉年代小孩 不好意思这样 他从2800亿连动工都没有动工 就增加到变成3233年 连假动工都没有 都没有动工 他就到了政党快轮替的前一个月 89年的3月政党轮替了 阿典当学 他89年的2月2号 政党轮替前一个月 各位 我说过 高铁为什么可以得标 就是因为 他叫做什么 政府零出资嘛 是啊 结果他的政府出钱 是啊 这个当时在 那时候刘泰英也说过 他的什么 刘泰英是中华高铁 他是台湾高铁 但是他很聪明 他2800亿的时候 银行年代贷款 二十几家银 这可以嘛 嗯 他到89年2月2号了 三方年代就是 变成政府做成 除了 五家财团跟银行贷款之后 还加了一个政府进来的 政府做保证人 我请问你 那就政府出资了嘛 又倒掉政府来出钱了嘛 是啊 这个就是违反BOT的原因 违反BOT的精神了 是啊 今天 如果这样子我也去标了 我叫政府来当我的保证人 输了 我求不给政府了 你输了之后 政府来帮你当保证人了 你的五家财团没事了 89年2月2号 这是个关键点 他三方连带 把政府的第三方拉进来了 怎么不标给我 这样子好 好像连我都能标嘛 然后他所有的 招标的工程费用 几乎是当时 我告诉你 如果是政府出资的话 1000亿的工程 按照目前政府采购法 要公开招标 我们捷运局过去这几年 只要公开招标 他的价格1000亿 大概就变800到830亿 可以省17%左右 但是他是公司 他就不用公开招标 他议价1000亿 好 那我给你999亿 那剩下公开招标 170亿圈 你也进他们口袋 是啊 其实我觉得今天学到 好多做外事的方法 可是我们要先是财团 对 你要知道 我拿钱当然我去议价 因为A的钱是我的口袋 对啊 他建成说 让政府来做保证人的时候 就变成政府出资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政府出资 就变成公家的 公家叫公开采购 叫公开招标 你公开招标的话 这3000多亿的工程 就可能打8折 就变2400亿了 可是他全部用溢价 因为他说我是台湾高铁公司 所以这五家原始股东 早就在第一波 全部去削进口袋了 为什么呢 你去查查太电 什么时候倒掉的 这五家原始股东太电了 我记得好像是 在我 应该是2002左右 没错 他机器很好 2002年开始亏损 2003年倒掉 2003年倒掉 倒掉 然后掏空的那个人 是他的大掌柜 叫做黄九 掏空他170亿佣 我请问你 我们五个人来 成立这个财团 你已经倒掉了 你不出钱了 我们四个会出钱吗 不会出嘛 都一起拿政府的钱来玩了嘛 你现在怎么 给他减资减四成 让他继续在你赚钱 第一个就破产 你早就晚光了 重新再公开的再来一次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必须再不能由政府连带了 嗯 而且我补充一下 议员刚刚说的这些过程 其实都是合法的啦 全部合法 全部合法 都立法院通过了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 一般小老外姓 不懂这些商业上的术语跟知识 都很容易被胡弄 他们也是完全合法 一确就跟你说 我们依法办理 依法办理 依法行政 依法办理 然后我们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这就是所谓的资讯落差啦 就是这样子 所以各位注意到 你只要看 所以我后来柯P来问我 说连开案 他有什么党 我说连开案你以为不用党了 该A9的已经全A光了 现在已经没有了 没有的A了 因为公开透明了 我后来在好名字街还不错 从一百年开始 他把连开案都做了公开透明的方式 以前的有一个叫施地主优先 也是合法 他设计一个非常古怪的法条 所以 83个连开案台北市 大概50个 已经 已经被吃光了 而且合法的 把你捡了一种 天啊今天真的是讲的没完 时间都快抽过了 这样子 议员是 刚才邱哥说 可能有一点点弹性 那我们是不是 问一点 稍微轻松一点 好问轻松一点 不然大家听到前辈一光以后不想交税了 真的 真的 其实我是觉得 很多人根本不应该交税 我们是比较担心您在这边抱协关 真的 不会不会不会 我没讲了两个小时了 你们还在吗 还在吗 有没有睡着了 对不起 还要五百多人 不会不会大家 果然讲了历史就少了一点 那刚才就是 讲了很多台北市的部分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 有两三个观众提问 这边 有一个 这个说法说 现在台北市呢 应该打造为 东亚最有 对城市最友善的都市 作为观光的特色 还有吸引外资 那 请问您觉得这个看法如何呢 还有您个人支持婚姻平权吗 我基本上对同性恋 我是完全没有任何意见 这是性向的一种选择 但是我认为如果说 用作为争取观光的方式 平行友论 我并不是那么赞成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到过 那个国富纪念馆来看 全世界只有台湾这种观光政策 我是觉得荒唐到极点 而且简直扯烂屋到极点 你看街道欧洲的观光客 他们去买个路易斯维通的皮包 法国政府可以赚多少钱 赚十万块钱 或者这个厂商可以赚十万 你去买个劳力士的金表 大概劳力士厂商可以赚五十万 我们台湾在推什么 推夜市 买个娃娃尖你能够赚多少 买个臭豆腐能够赚多少 可是台湾呢 所有都是补助 你要到欧洲去 你知道吗 他上厕所要一块欧元 台湾的公共厕所全部免费 你到美国的国家公园 一个礼拜的票 大概三十块美金 台湾的国家公园免费 那谁来负担 你跟我来负担 你的观光客不用纳税 结果他们来享受我们的国家公园 来享受我们免费的厕所 来享受我们补助的油 补助的电 补助的捷运 补助的公车 你真的耶 这样想也蛮奇怪的 结果这些人来的时候 坦白讲 谁赚钱啊 卖凤梨书的赚钱啊 卖太阳饼的赚钱啊 卖那个宝石的赚钱啊 我们这些纳税人没有赚到钱 我们的水费是政府补助的 我们的电费是政府补助的 我们的捷运政府补助的 我们的公车政府补助的 我们国家公园的管理费 也是我们政府纳税人的钱 可是他们不要发门票啊 这种观光搞到最后的国家 会越来越窮啊 所以连观光的部分 也是买票是补贴 不是 也比买票是补贴 他会特殊的一团 你赚到钱嘛 就让我说 到国府纪念馆 为什么这么多游客 他不要钱嘛 要门票 你知道到大陆一个非常有名的 酒在沟 他的门票多少钱 两千块台币啊 两千块台币 你到故宫啊 他的门票大概五百块台币 到我们这连停车费都不用付 为什么他停在马路上 每天交通打劫 他连停车费都不用付 像这种观光 基本上 你应该 假设你每年八百万路客 我真的不是反对观光 反对路客观光 你要做个管制 这种低价观光团 你维持在一个比例 其他应该 你要强调他的收费的高 包括同志这一块 我也不认为说 他会变成我们台湾观光的特色 如果他来的话 基本上也是背包客 赚不了多少钱的话 有人说可以吸引他们 来办婚礼之类的 婚礼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婚姻合法 没错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从角度来看的话 我认为应该提高品质 而且 我说的很坦白 像我以前 我很喜欢到大自然走走 现在大自然到太鲁阁市 全台湾最棒的一块宝地 现在每天人山人海 跟菜市场一样 不要钱啊 大家都去了 而且你不但不要钱 所以你还提供他免费的安全帽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观光政策 这种观光越搞越穷 还有那个什么 牧骨牧鱼是不是 他们想要限制 游客人数还被骂的半死 其实很简单 花莲市民 靖太鲁阁可以不要钱 台湾省的 其他的地方 可以收五十块 你观光客收一百块 因为这五十块 其实收的原因是 因为他每一年的摊房 我已经付了纳税钱了 因为你的观光客 从一百人变一千人 他的道路 可能过去花十亿 就变成二十亿 你的随土宝石 过去花五亿 可能就变成二十亿 可是我们都不敢收钱 这种观光会让台湾 越来越穷 品质越来越差 生活越来越糟糕 你现在到每一个地方 以前过去很舒服的地方 现在变成菜市场一样 所以我看到台湾 推销观光器 推销夜市 我真的慌天下之大当 卖偶尔金能赚多少钱 卖臭豆腐能赚多少钱 而且那个地方所造成的污染 而且它连发票都不用开 你连税都抽不到 是 这种观光 来八百万 来一千万 台湾要破产了 哪有这种观光的 生活品质一落千丈 你到瑞士去我讲嘛 你买个劳力士金表 那这个政府赚五十万呢 你买Louise Vuitton的皮包 你买Coogee的 或买Bally的鞋子 多少钱 台湾这种观光 只有我这样特定的 做游览车的赚到钱了嘛 是 卖凤梨树的赚到钱了 卖太阳饼的赚到钱了 而且还有更惨的 他们因为有开放中国业者一条龙 甚至还被他们赚走 连这种小钱 就等于说 你最后只能吃到芝麻 连那个饼 你也没吃到 这种观光 但是问题它已经变成什么 毒酒 你不吃不行了 为什么呢 它游览车已经从一百辆变一千辆 你不来 我这九百辆怎么办 它的饭店从十家变成一百家 另外的九十家就要靠这些生活了 就变成你必须饮症止渴 台湾你今天 就拿我们这个 国附基金馆旁边 那个交通打结的情况 让你无法想象 为什么 国附基金馆不收门票 你收了门票 你看多少 全世界哪有 连停车费都不用付 它就在马路上违规停车了 这种观光理说 它能够提升台湾的品质 是 而且要创造 有收益的现金流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边也刚好讲到 就是台湾社会 或者说政府 都有一个看数字的迷思 因为像现在 他们每年都追求观光客 对 我现在八百万了 我九百万了 我一千万了 我坦白讲 我跟你讲 台湾政府会亏更多 台湾现在本身的水资源就有限 这倒是真的 而且台湾的水资源有限之外 更重要台湾的水价是政府补贴的 台湾店家是政府补贴的 对 他们每天来享受的 你到欧洲去 是 捷印站没有厕所 没错 为什么 我问他说你们怎么会不重视 他说第一个 如果你是巴黎市民 你会在办公室或在家里上厕所 如果你不是巴黎市民 你没有纳税 你第一个就去消费到咖啡馆上厕所 不然你就要花一块钱欧元四十块台币 到公共厕所上 因为那个是我们要来负责的 嗯 你没有纳税嘛 是 对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权责区分 真的 难怪 像我平常在 所以你到欧洲去 欧富工旁边 只要晚上 你就会发现 那个尿的味道 比咖啡的味道还浓 大家都跑到那边上厕所 没有公共厕所 他不提供你公共厕所 他认为 你有纳税的巴黎市民 你会找到厕所 你没有纳税的人 我凭什么纳税人去帮你 你的观光客来付钱 没错 所以台湾我觉得 这种观光如果不调整 台湾当八百万变一千万 变一千两百万 台湾的经济会崩溃 嗯 事实上我平常在纽约啊 地铁里面都没有厕所 对啊 我没有想过这个观点 而且又很多那个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大陆导演 大家听起来 会很不爽 大家讲的是实话 是 他说台湾是穷人的天堂 是 你记不记得大陆一个金马奖导演 你当我们天堂很不爽 他说台湾是个穷人的天堂 哦 那个好像也是有点断章曲 他的意思就是说台湾全部都是最低的廉价的 为什么都政府补贴嘛 这些家伙 是 我告诉你各位 如果你到巴厘岛到泰国消费都比台湾贵 台湾政府因为薪资拉不上去 他就只好拼命压抑物价 你拼命压抑物价的结果 结果这些家伙就给你搞黑心油了嘛 是啊 这是一个不健全的经济循环 恶性循环 就恶性循环了 我请问你 中国大陆起码现在国民所得 一般来讲还是我们的二分之一不到 可是你到他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 物价都比我们贵 是 对 为什么 政府你不去想办法提高物价 结果最可恶的是什么 房地产占到三倍为人管 牛奶账四块钱 公平委会出来了 各位记得两年前 有四家公司被罚款 光权 统一 卫权 分别罚一千万八百万六百万 理由是说联合垄断 你们账了四块钱 最近判决下来 确定的话 房地产同样一块地 A区卖二十万一坪 B区卖三十万一坪 C区卖四十万一坪 没人家 为什么 都有勾结 牛奶账四块钱 要罚一千万 这种叫做公平吗 胡扯嘛 这个我觉得市民也需要 做某种程度的反省啦 因为房地产的话 整整有份 就觉得说我长了我也开心了 这样子 但是我要买东西的时候 涨价 我又不开心了 这个我想市民还是要 因为 我们可以批评政治家 但是市民本身也缺少 缺乏一些批评的观点 这个我们自己也要反省一下 还有就是 等于说我们市民真的要继续努力 然后自己的水准 还有各方面 接受新观点的这个也要提升 所以乳肉饭账三块 政府要管事 胡锡账账两块 又要开始围剿他 没错 结果到最后大家怎么办 不给你黑心油怎么办 你到国外去 那个国民所得比你低 他卖的饭还比你贵 原因何 他就必须要搞鬼耍花样了 那你政府的目的 不是要打压这个物价 而是要提高国民的所得 没错 然后让这些物价就是说 你可以有选择 你因为是二十块 先变三十块 你用好的原料 你是用 我告诉你 我是用进口的百分之百 什么什么 那你去管那些七毛利豆的 到最后 就逼着大家怎么样 作假 真的 就像之前什么鼎泰峰 炒饭加酱油加价 大家炒半天 然后那种很大的 几百亿的币还没有在炒 好 那刚才其实那个 同志这个题目有连到 因为您所平常 这个标语是 信妄爱意缘嘛 那平常上这段节目 也会提到 您有信这个基督教 那您虽然平常有强调 个人信仰 那平常好像没有看到 教会有支援 那这个部分 知道还好 其实我强调信仰的原因是因为 我让大家知道 我们不再要被选民监督 还要被上帝监督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如同 任何宗教 你就是佛教徒 你只要敢表明你是佛教徒 我相信你也不敢作恶 因为你代表的是 当你把宗教信仰 表现出来的时候 你就代表说 你除了被一般的血民监督 你要被你这些 中药所信仰的 那个上帝也好 佛祖也好监督 这样的话 你就不敢违法乱记 你就不敢去上酒家 你不敢去跟他缴货 你不敢乱因仇 你不敢乱因仇 这个基督徒怎么跑来酒家 喝酒闹场 和尚都上金钱报 所以就说 有一个信仰 就代表就说 我们要自己 规范自律 但至于说 要期待他们因此来支持的话 坦白讲 因为大部分宗教 基本上他们还是 跟政治保利定的距离 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很合理 知道我没有说 期望说 透过他们来支持你 但起码就是 让自己能够有一个规范 就像你所说的自律 那不知道您觉得 像之前 慈悸跟这个 顶兴魏佳中间的 其实 因为慈悸它 我也就像你所说的 它有些个案 但你不能否定 慈悸基本上 他也做了一些 在这个 所谓的社会慈悸公义这一块 尤其你看 很多平常 可能生活不检点的 可是你看他穿上慈悸人的服装 他就会变得很 很那个 你可以看到 他只要慈悸的衣服一脱 他可能就会 比较生活的规范 会做个调整 所以我觉得 当你有个宗教的规范 总是好事一件 那不知道您觉得 慈悸就是在内湖 有一块炒地皮的这个案 顺便补充一下 刚那个 直播的观众有一个问题 刚刚议员 也是类似的问题 就是关于 议员刚刚提到的那个 松烟文创园区 不知道您对松烟互数 松烟互数 松烟互数 大巨蛋BOT 这个 大巨蛋的BOT 我算是有点小小的功劳 你可以看报纸 我是第一个提出咨询的 但是我也很遗憾 在我咨询 在抓大巨蛋的时候 松烟文创就过关了 大巨蛋它原本是给多少瓶 各位知道吗 是六万九千瓶的楼底板面积 后来在我们坚持之下 它砍了一万三千瓶 一万三千瓶的楼底板面积 相当于销售瓶数是两万瓶 相当于两万瓶 他们原本里面是有豪宅的 我如果没有错 我在九十三年的时候 是有咨询 因为他们当时的设计师 叫杨培生吧 那个是就是旺行的女婿 跟这个大巨蛋合伙的 他后来也来找我 他就说这个问题 有牵涉到更改设计 所以我是在针对大巨蛋 我是在九十三年 九十四年就分开咨询过了 咨询过之后我就说 这里面绝对不允许变更设计 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先 投进来之后再变更设计 你知道吗 像宋元文创也是一样 投标先过了再说 他投标的时候 限制很严格 所以没人来 所以就一家公司来 元宇 为什么 他先把限制很严格 BOT都是这样子 包括高铁也是这样子 他先说 我政府零出资 我大概不来了 是啊 等到政府零出资之后 到最后用政府 帮你做保证帮的贷款的时候 三方贷款的时候 政府就得出资了嘛 所以放宽了 从此之后大家就安心了 这个也是一样 他刚开始限制的比较严 那后来就要开始放宽 包括要给座住宅 那是我坚持反对 如果各位可以看 在民国九十四年 我是第一个堆堆大巨蛋提出资讯的 后来我跟他后来的副市长 文化局长叫李永平 我也特别讲过 他说 这个案子你的看法 我说你记得 一切要公开透明 只有公开透明 才能够杜绝贪腐 但是很遗憾的 就在我们党大巨蛋的过程当中 就是松烟文创也就悄悄过了 结果 被悄悄过关了 就悄悄过关了 因为大家全部的招点 后来你知道我去调查局 检举松烟文创的时候 是 调查局的私调处的松山站主任 松山站主任到我办公室 他竟然说 杨宇人 那个就是富邦文创 他那不是大巨蛋啊 所有焦点在大巨蛋的过程当中 偷偷被偷渡了 偷偷被偷渡了 我对郝龙斌 基本上他到底有没有贪腐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发现他都有个特色 美和事也是如此 他先把你的条件先挡下来 就是马英九承诺的先挡下来 因为如果承诺过关 你拿不到好处了 我说的 假设我说的 我怀疑比较 就等于说 我已经买了这杯咖啡的一百块了 那你喝这杯咖啡就是一百块 但是他说我重新议约 我认为不是一百块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谈价格 美和事 最第一个阶段跟马英九承诺有关 第二个阶段 郝龙明跑不了关系 大巨蛋也是 马英九签的约了 马英九签了约之后 他说 哎 大巨蛋 我要挡了 好 很棒 我给你故障 结果我们在跟他一直探讨之后 他从六万九千匹 砍掉一万三千匹 就等于 整个远雄少了至少一百三十亿的收入 一万三千匹嘛 你乘一百万嘛 哇哦 一百三十万哦 一百三十亿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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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放了一个什么 松阴汶窗 那就跟同样的 太极双心也随无耻 原本事实上 当时赖数无推的案子 就是 郝龙明准的那家公司 可是赖数无推的事好不到你过 把你砍掉之后 我再让你进来 哎呀哎呀 其中内幕实在是太多了 就是说 他会用党的过程当中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有人焦点转到这边的时候 他重新开另外一个 散门出来 嗯 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一件事哦 每次就是 有一些奇怪的绯闻出来的时候 有一些网友呢 我们就会跟大家提醒说 同时又有什么事情 会被掩盖过 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 就是 如果现在 新闻媒体都被单一的 就是 在报道某一个议题的时候 大家就要注意 是不是有其他事情 又要偷偷过关了 没错 没错 好 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 请问 邱哥您支持废死吗 或者说 支持现在 目前暂缓执行实行呢 因为现在可以看得到 好像冤案过多 比如说 郑姓哲案 江国庆 杜氏兄弟案 您觉不觉得现在 因为 像司法 不公正 没有人相信嘛 连那个 什么检查局 调查局 特征组 特征组 他们做了一些民调啊 就是 民众相信的 根本就才刚过半而已 所以您觉得 是不是应该先整顿司法单位 再考虑死刑存废 或者是 我的看法 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其实死刑 到底该不该废 你看全世界 其实欧洲 欧洲是比较普遍 都有废死 那美国 基本上大概也是 在 通过废死的周数 跟每个反对废死的周数 大概也是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但是我觉得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您刚刚讲的江国庆 各位还记不记得苏建和 啊 苏建和 苏建和 在二十多年前 他牵涉到一个 把一对 你现在到台大 或是任何一个需要法律虚固 那苏建和是什么 他们都认为是冤狱的代名字 都认为是冤狱的代名字 苏建和可能是冤狱 也可能不是冤狱 我认对的很多法官都说 就是他们干的 但也有人认为不是冤狱 可是真正的被害者是谁 是那个 八十几刀的小孩子 叫吴东燕 他瘫痪了二十几年 那个对夫妻 假设是苏建和的话 他们砍死之后 那对夫妻八十几刀 他的儿子当时七岁 吴东燕下去之后 看到之后 到目前解释不出原因 整个人痰痪了 他才是真正被害人 可是我们今天 所有人都关心苏建和 阿扁爸苏建和忽冤 满久当法务部长帮他活冤 谁关心的吴东燕 是啊 我记得今天在会死之前 其实我们真的要看的是 那些被社会所遗忘的被害者 其实社会更应该关心 就像我说说 苏建和那是多少人打官司 结果最后 各位记得当苏建和被判无罪 政府还焉一赔偿马 赔他六百多万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人 就是吴东燕的叔叔 一个人拿一个补条在那边 冤枉 那觉得人权律师 啊 苏建和是冤枉的 苏建和是什么的 他瘫痪了二十三年 有人去看他了 我不是说我 但我们起码发动了一些 去帮打这个人 因为我觉得苏建和 你到底是不是清白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确定的被害者是吴东燕 苏建和最后被判无罪的理由 是因为一个黎昌玉的理论说 因为那个地方 不可能同时有三个人 去挥八十几刀 最后被判无罪 但是我曾经为这个案子 沃南南港分局的警员和法官 他们的看法都认为 但我不见得正确 就是苏建和 当然最后一个金法审判的 就推给那个人 那个没枪毙了 就其中三个人一个弟弟 最后他们的理由是作为刑囚 各位知道 在法律刑囚的 所讲的话都不认账 因为他们当时承认是他们干的 当然苏建和到底是不是他真的 所以我说马英九跟阿扁唯一的公司就是苏建和 当时阿扁帮他呼约 然后马英九在这种 马英九也是个滑头型的政治人物 所以当时法官已经判他死刑了 结果以法务部长来讲 不能干预的 就马英九要求 就问了人家一句话 当时的检察长叫陈全 说你判人家死刑 你去执行这个死刑 你会心安吗 你这废话嘛 然后当然这个人就一直拖 拖了几十年 到最后去年 苏建和案被判无罪 当然这个倒是见仁见智 但就像我所说的 其实我们在讨论费死或不费死之前 我们有没有关心那些被害者的家序 我们今天有看到多少宗教团体到监狱什么 去做什么 去做辅导 为什么 很好去嘛 因为监狱把三十个加害人 三十个罪犯一起集中 可是你要去访问被害者很困难 因为有人住台东 有人住花莲 有人住澎湖 就没人管他们了 我们今天看到都是比较容易找得到的 容易看到新闻画面 因为这个宗教团体去建议 就有新闻 为什么一次给他们一千个 我觉得其实这种作秀式的 这种社会服务 其实就像我所说的 真正的被害人随即管哪 就像我刚刚讲的吴冬燕了 二十三年 到时候他最后连请看护都找不到人 因为他们我们看护规定 只能三年六年九年要换一次 所以我觉得 废死不废死 见仁见智 我没有任何意见 但我觉得我们更应该 关心帮忙的是那些被害人 原来如此 好啦 感谢议员的这个回答 今天我们实在是 讲了非常多议题 而且超出了很多时间 哦对不起 那我的错 哦不会不会 我意思是说 不知道大家观众还清醒了吗 我今天有很多的议题 实在是值得消化啦 然后我们应该回去好好的深刻思考一下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有最后活动尾声的时间啦 好那我们这边呢 其实我就是截至昨天晚上十一点为止 所有人登记的 这个要抽签 十张邱哥亲笔签名的贺年卡的名单 那我们这边请邱哥帮我们抽出十位 好 随便讲好了 哦直接随便讲 好那就是1到48号 1到48号 1到48号 我就6 咦 我这边记6 6 6 然后 11 12 17 17 18 18 26 这边有黑箱座也在公开透明的 哈哈哈 到48号 现在现在几个 5 5 28 28 好 再三个 37 再两个 41 41 44 44 好 好那我们就恭喜这十位 在这里快速念一下 6号是 呃住在台北大同区的黄玉豪 11号是住在中和的杨成兴 然后17号是台中北屯区的赖伯任 18号住在三重的吴国伟 26号住在新竹市的林贤昌 28号住在板桥的陈燕廷 31号住在台中东区的蔡逸廷 37号住在宜蘭市的简全尾 41号住在北投的柯廷域 44号基隆的郭贝宏 恭喜以上这十位 那我们主办单位会 就是请邱哥签名之后 另外帮大家祭出我们现场有这十张赫年卡 赫年卡 那最后请邱哥帮大家做个节日 好吗 好 希望米娅不会听得想睡觉 希望我们米达也不会听得很痛苦 还是要充满希望 那充满希望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音乐 我觉得音乐是可以让你的人生 变得更丰富更多彩 所以如果觉得这段访问很不舒服 觉得前途黯淡的话 回家找你所欣赏的音乐 不管是古典音乐 还是周杰伦的音乐 还是西洋歌曲 我相信会在里面找到希望 议员这观点跟汪明忠相似这样子 他是认为寂寞说要唱歌找出口这样子 这真的是这样子 你看悲观主义大师 舒本华就讲 只有音乐才能超越时空 只有音乐才能让痛苦的人生变得有希望 所以用心乐 来化解今天如果有任何让你觉得很沉重的访问 音乐 你喜欢的音乐就是最好的音乐 好 感谢大家收看 叹叹